好似一瞬间被夺了魂魄 魂魂恶恶恶恶 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老人清醒最快 他举着拐杖 神色凝重 语气中充满仇恨和不安 疯疯癫癫 夺人神魄 肇事一族的哪个疯子来了 藏头缩尾 难道不敢出来一见吗 老人声音很大 既像是愤恨怒骂发泄 又像是再给自己壮胆 受到老人的影响 左小罗和妙音真人也很快清醒过来 妙音真人比黑胶早清醒一瞬 趁着黑胶还没来得及反应 抬手一掌 直接将他据尾打折 黑胶惨叫一声 瞬间清醒 扑通一声掉进了大河里 转瞬间就不见了 妙音真人也不管他 他看向了营地 急切地喊道 左将军 来的是这亲王 他的执念是探寻天地治理 结果发疯 忘了自己是谁了 赶快封闭所有人的六十 千万不要去听他的声音 否则也会彻底迷失自我 如果有人无法封闭 直接把人打晕 快 再晚就来不及了 左小罗行事极为果决 妙音真人的话说完后 他毫不犹豫 周身气势狂暴 直接将营地里的禁军 全都震晕了过去 然后身形一闪 左小罗出现在了赵义身边 垫着脚 伸出白皙的小手 温柔地帮他堵住了耳朵 小毒物眨了眨眼 他见左小罗看向自己 朝他做了个我懂的手势 然后 利落地转身 一头撞在车架上 砰 直接晕了过去 夜幕之上 一点赤红光芒 闪烁着点点星光 起初只有米粒大小 很快长成了拳头一般大 最后大放光滑 彻底撕裂了漆黑的夜幕 远处 朝天宗的玄天令 依然高悬夜空 但是 在赤金光辉映照之下 已然没有了之前华彩 就像是落日余晖的残阳 黯然失色 没有人注意 玄天令的凋零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聚集在头顶赤金色的天幕之上 虚空裂开 一个猙獰恐怖的巨大头颅 从夜幕之外探了进来 鹿角 驼头 马脸 牛耳 兔眼 蛇颈 鱼灵 年须 那是一颗龙头 不同于黑骄猥琐的样子 赤金龙的眼神威武霸道 巨傲不可一世 他就像真龙一般 充满威压的赤红双眸 在所有人身上扫射一圈 最后落在赵义身上 微微汗手 赤金龙看着赵义的目光 十分和善 根据赵氏祖谱的记载 这条赤金龙 其实是赵氏祖先观想的那条赤金天龙的投影 龙神宫修炼之大成境界 赤金天龙再现 只是赵氏祖先未能看清天龙全貌 因此 他创造出来的龙神宫存在致命的缺陷 龙神宫的修炼者不仅会发疯 重现的赤金天龙投影也存在巨大的风险 如果不及时散功 残缺的赤金天龙投影就会反噬修炼者 最后 暴体而亡 赵义这是第一次见到真实的赤金天龙投影 不知为何 赵义被赤金龙盯着 心中呼得生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他相遇故知 赵义心中十分疑惑 那种异样的感觉不知道从哪里而来 但是 赵义能清晰地感知到 赤金天龙看着他的目光之中 带着一抹久别重逢的喜悦 奇了怪在 赵义心中疑惑 脸上却没有丝毫一色 他神色肃穆 恭敬地朝着赤金天龙投影行了的大礼 这是所有赵氏子弟都会做的事 赵家如今拥有的一切 全都是源自于赤金天龙 虽然赵氏义族子弟最终会遭遇不幸 但是对于赤金天龙 赵氏义族心中始终是充满了感恩之情 赤金天龙点了点头 赵义分明看见 巨大的赤金双眸中 分明闪过一丝笑意 赵义心中顿时更加奇怪了 他刚想确认之前是否看清楚了 赤金天龙却转过了头 赤金龙爪轻轻一划 死裂虚空 身躯从夜幕中钻了出来 嗷呜 赤金天龙仰天长笑 一道赤金光幕 瞬间将所有人笼罩其中 龙玉 银寨外 主拐老人看着头顶的赤金光幕 记忆中最恐怖的画面再次呈现了出来 他攥紧了拐杖 咬牙切齿道 赵氏的疯子 你们除了龙玉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吗 真以为老朽怕你这龙玉吗 老人的话说得色力内人 即使没脑子如小毒物一般 听到这话也能分辨出来 他的大嗓门不是在腰战 而是在给自己壮胆 很显然 老人不仅怕龙玉 而且怕得要死 没有人回答老人 像是察觉到了某个恐怖的存在 即将降临 整个世界像是瞬间安静了下来 万籁俱寂 就连奔腾的大河也悄然地放慢了脚步 叮铃铃 破碎的虚空中忽然传来一阵驼铃声 一个四十多岁 头戴木簪 容貌清朗俊逸的中年书生 倒骑着一头毛驴 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他手中捧着一面镜子 痴痴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口中念念有词 好像在思考什么难题 我是谁 你是谁 谁是你 谁又是我 这亲王的声音很小 但却清晰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耳中 妙音真人和左小罗脸色同时一变 他们已经封闭到了六十 但是这亲王的声音却像魔音一样 不断地往他们大脑里面钻 远处 妙音真人大喝一声 这亲王的实力更进一步了 封闭六十不够 五感也要一起封闭 不可闻 不可视 不可听 左小罗听到这话 神色凝重 不敢大意 直接将五感一起封闭了 五感六十全部封闭 恐怖的夺破魔音终于听不到了 左小罗心中亥然 至亲王并没有针对他们 他只是喃喃自语 然而即使这样 却依然差点废了他们 左小罗简直不敢想象 此时的至亲王 实力究竟恐怖到了何等地步 这时 左小罗呼地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恩公 左小罗惊呼一声 就准备睁开眼睛 刚才听到妙音真人的话 他下意识地封闭了自己的五感 但是却忘了连赵义一起封闭了 左小罗刚准备睁开眼睛 这时 一个温暖的大手握住了他的小手 赵义的声音传了过来 不用慌 我没事 左小罗震了一下 随即放下心来 恩公没事就好 赵义说完 松开了手 转头看向了天上的至亲王 赵义对至亲王并不陌生 至亲王是老皇帝的弟弟 异母同胞 赵义小时候 至亲王还抱过他 除了老皇帝 皇子中就数至亲王的天赋最高 至亲王的天赋不仅表现在修炼上 他还有超强的学习能力 天文地理 医术星象 至亲王对这些晦涩的学问 无意不惠 无意不惊 即使精彩绝艳如妙音真人一般 比至亲王也是差了一筹 然而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至亲王实在是太聪明了 学习的知识也太博杂了 其他人发现他情况不对劲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发疯了 看着空中 一脸茫然的至亲王 照一只感觉心中一阵悲凉 大夏皇朝有史以来最博学的爵士奇才 竟然疯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太悲哀了 照一叹了口气 举目朝远处山谷看了过去 因为龙神宫的缘故 照是血脉之间有特殊的感应 这种感应可以保护照是子弟 不受童族发疯的影响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感应 照是一族在战场上 才能无往而不利 同样是面对疯子 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 己方却没有任何影响 而且疯子疯得越狠 实力还越强 此消笔掌之下 赵氏一族想书都难 就像现在 虽然左小罗和妙音真人 修为比赵义强千百倍 但是 他们被至亲王压得 连武感都封闭了 赵义却像没事人一样 还有闲心看远处山上下饺子似的 远处山谷上 朝天宗的余孽又开始下饺子了 不过跟之前偷袭迎债不同 此时跳崖的朝天宗余孽 眼神中没有了之前的仇恨和嗜血 他们一个个目光呆滞 像是没有灵智的木偶 口中喃喃自语 我是谁 你是谁 谁是你 谁又是我 然后 站在百丈悬崖上 连护体真气都不开 啪啪啪的就往下跳 赵义远远看见 九成以上的朝天宗余孽 掉下去后就没有再站起来了 还剩下最后一成 实力最强 体质也最好 他们从悬崖上跳下来 虽然摔断了大半身躯 但是却依然挣扎着 在地上爬动 如同朝圣一般 扭曲着朝治亲王爬去 一边吐血 一边喃喃自语 我是谁 你是谁 谁是你 谁又是我 死 看到这一幕 赵义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还是第一次见发疯的 赵氏皇族出手的样子 没想到这些疯子 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这亲王还没出手呢 他只是哼唧了几声 就已经团灭了朝天宗余孽 如果这天王全力出手 这天下 还有谁能够挡得住他 赵义终于明白了 怪不得大夏皇朝 压制修仙界 千年都没人敢反抗 如果换了赵义是修仙界宗门长教 他看到这么邪恶恐怖的一幕 肯定也是带着手下人 有多远滚多远 迎寨外 主拐老人蹊跷流血 主拐的手不断颤抖着 摇摇欲坠 妙音真人说的话 他也听到了 朝天宗是全天下 跟赵氏一族对战经验 最丰富的宗门 朝天宗的余孽们 研究了赵氏上千年 老人看见 智天王表现出来的异象 反应甚至比妙音真人还快 不等妙音真人说完 他就已经将五感六十 全都封闭起来了 此时的老人 虽然是九阶圣王境的强者 但就算是赵氏这种 一点修为都没有的人 也能轻易地重伤他 智天王并没有主动攻击任何人 也没人知道 他在想什么 他就是自顾自地照着镜子 一边照 一边怀疑人生 同样怀疑人生的 还有主拐老人 随着智天王的不断靠近 他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皮肤均裂 蹊跷甚险 死亡的阴影 开始逐渐笼罩心头 哼 啊 老人察觉到 伤势越来越重 知道再这样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当即不敢再拖延 猛地睁开了眼睛 智天王的小毛驴 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了 老人一睁眼 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张狭长的驴脸 智天王像是没有察觉一样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自顾自导 我是谁 你是谁 老人历声抱贺 你是我儿子 我是你老子 说完 他抬起拐杖 狠狠地朝智天王眉心点了下去 智天王心有所感 抬起了头 他看着老人 涣散的棕黄瞳孔 逐渐开始有了焦距 下一秒 他又转过了头 老人胸口凹陷了下去 惨叫着倒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远处的山上 嗷 嗷 毛驴收回前提 嘴里发出了难听的驴叫 然后 他左右看了一圈 拖着智天王 昂着头 嘚嘚嘚地 又朝着回路走去 天地间一片死寂 能动得只有赵义 看着毛驴 赵义一脸的不愤 这头驴本来是他的 赵义年轻的时候 热衷于探索秘境 因为通天宝眼的缘故 他总能找到 别人发现不了的珍宝 这头驴子 就是赵义的重要收获之一 然而 他刚把驴子从秘境带出来 还没来得及进城 就遇到了外出踏青的智青王 智青王给赵义买了串糖葫芦 然后就把驴子换走了 赵义敢怒不敢言 他不敢说 自己已经十六了 早就不吃糖葫芦了 也不敢问 智青王平日里 一直闷在家里开书 怎么突然跑出来踏青了 而且刚好撞进了他 总之 好好的一头驴 因为一串糖葫芦 算是跟赵义没关系了 赵义站在车架上 举目远眺 主管老人砸在石壁上后 掉进山谷里 半天时间了 竟然还没有爬起来 赵义猜他可能是中了什么劲骨 毕竟是九阶圣王进的大修士 怎么也不至于被一头驴踢死 好了 赵义伸手拉了左小罗的胳膊 左小罗很快睁开眼睛 他的目光在赵义身上扫视了一遍 见他完好无损 顿时松了口气 他欣喜地道 嗯公 你没事就好了 赵义点了点头 对他道 将其他人唤醒过来吧 另外 让妙音真人过来见我 左小罗答应一声 周身气势大盛 空间震荡出去 很快将封闭了无感的修士们 全都唤醒 妙音真人收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他原本准备去搜寻黑胶的 那家伙被他打折了尾骨 重伤逃不了多远 这次是捕猎他的最好时机 否则以那头黑胶胆小如鼠的性格 这次吃了那么大的亏 肯定直接就躲进海里了 再想抓他就不容易了 这时 左小罗传讯来了 赵义有事找他 妙音真人 只好暂时放过黑胶 赶到赵义面前听令 希望那家伙 别跑太远 妙音真人在心里嘀咕一声 然后问赵义 太子殿下 您找我 赵义直接开门见山地问 妙音 我知道你见识渊博 我心里有一些 关于龙神宫的事想问你 妙音真人汗手 殿下请问 赵义想起了之前 被赤金天龙观察时 心里异样的感觉 他问 赤金天龙的投影 是赵氏子弟修炼出来的 还是赤金天龙赐语的 妙音真人道 自然是修炼出来的 龙神宫修炼到大成境界后 一身赤金元气 就能变化成一条赤金龙 这条龙也被称作是 赤金天龙的投影 赵义又问 修炼龙神宫 赵氏子弟暴体而亡后 那条赤金龙去哪了 赵义说这话的时候 紧紧地盯着妙音真人 他心中隐隐有种预感 赵氏一族修炼出来的赤金龙 跟赤金天龙关系 绝对不止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赵义前世看过这种题材的 按照常规剧情 这里面很可能 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 按照一般的套路 赤金天龙 故意传授残缺的龙神宫 给赵氏先祖 赵氏一族修炼龙神宫后 全部暴体而亡 他们苦修一生的赤金龙 就成了赤金天龙的补品和食物 赵氏一直在活迹赤金天龙 妙音真人听完赵义的问题 想都没想 脱口出道 赤金龙 当然是一起炸了 炸了 赵义直接愣住了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按照一般的套路 那条赤金龙 不是应该被真正的赤金天龙 当补品吃掉吗 炸了是什么情况 你确定 赵义狐疑地问 妙音真人目光在赵义脸上扫了一下 恍然的 你是第一次见到你们 赵氏一族的赤金天龙吧 赵义点头 妙音真人点头 那就对了 赵义愈发地迷惑了 什么就对了 妙音真人问 你刚才看到赤金天龙 是不是有种熟悉的感觉 觉得那头龙对你亲密 好像你们认识了很长时间一样 赵义顿时瞪大了眼睛 你怎么知道 妙音真人 因为你们赵氏一族的子弟 第一次见到赤金天龙的时候 都是这种感觉 说完 他看着赵义一脸的嫌弃 你这么多年 到底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连很多常识性的东西都不知道 妙音真人沉声道 赵氏子弟第一次看到赤金天龙 那种发自内心的熟悉感 千年以前就有了 准确来说 这种感觉可以追溯到赵氏先祖 妙音真人看着赵义 忽然问 你刚才那么紧张地问我有关赤金天龙的消息 是不是怀疑 那条天龙对你们家血脉做了手脚 赵义也不瞒他 点头道 确实有这种感觉 不过 你说赤金天龙的投影最好跟着赵氏族人一起炸了 我又否定了这种猜测 说完 他看着妙音真人道 我只是问了一句赤金天龙的事 你就猜到了我的想法 是不是之前有人也有过类似的猜测 妙音真人点头 有 而且很多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说到这里 妙音真人感慨地看着赵义 道 大夏赵氏 是全天下最矛盾的家族 一方面 你们被血脉诅 所有人都要遭受可怕的劫难 另一方面 你们人才辈出 家族中精彩绝艳之辈 多如过江之计 妙音真人对赵义道 你猜测的那个可能 赵家的绝世奇才们 曾经验证过了无数次 最后的结果呢 赵义问 妙音真人摇头 没有任何阴谋 也没有任何算计 龙神功或许存在禁忌 龙神功的缺陷 是受制于你们赵氏先祖的能力 跟人家赤金天龙 没有任何关系 说到这里 妙音真人想到了什么 对赵义道 根据赵氏子弟千年以往的推演和验证 他们对于龙神功和赤金天龙的研究 有两个不同的猜测 你知道是什么吗 赵义来了兴趣 问 什么 妙音真人道 那些人分为两派 龙族派和龙神派 龙族派认为 赵氏的先祖就是赤金天龙 他们认为 人不可能完整地看清自己的全貌 赤金天龙也是一样 所以 他创造出来的龙神功 也不是完整版的 这一派自称天龙之后 他们称呼赵氏一族为龙族 妙音真人补充道 龙族派认为赤金天龙是赵氏先祖 所以赤金天龙的投影 看到赵氏的后背 才会有那种熟悉感 他们管这叫隔背清 隔背清 赵义瞪大了眼睛 赵氏的先祖就是赤金天龙 赵氏族人都是天龙之后 这个猜测也太大胆了吧 妙音真人耸了耸肩 虽然大胆 但是龙族派却有一套证据 能够自圆其说 赵义问 什么证据 妙音真人神色肃穆 说起了赵氏的过往 一是 赵氏先祖创出龙神宫之后 就消失了 赵氏后人 曾经想要追寻先祖的踪迹 但是既查不到他的来处 也找不到他的去往 就好像是凭空出现 然后又凭空消失了一样 二是 没人见过真正的赤金天龙 有关赤金天龙的所有传说 全都是赵氏先祖说出来的 赵氏一族覆灭朝天宗 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统治后 宗人府曾派出过 1267个九阶圣王金的疯子 搜遍了整个世界 想要找到赤金天龙 补全龙神宫 但是最终一无所获 宗人府又将目光看向了四海龙族 但是四海龙族 即使快被杀光了 最后也没有交代出来赤金天龙的下落 从此 赤金天龙跟赵氏先祖一样 成了整个困扰 赵氏一族千年的不解之谜 根据这些资料 龙族派猜测 赵氏先祖就是赤金天龙 赵氏所有人都是天龙之后 赵氏听得目瞪口呆 这个理由乍一听很荒谬 但是仔细一想 还是很扯 赵氏嘴角抽了一下 对于赵氏先祖是赤金天龙的猜测 他表示可能性不足万分之一 赵氏并不是胡乱猜测的 他是根据原著推断的 他是觉醒者 他很清楚原著中的背景设定 这本书只是披着玄幻皮 其实内核还是狗血言情剧 男女主谈恋爱 男主收后宫 这些剧情占据了原著90%以上的篇幅 玄幻世界真的只是背景而已 没有那么深奥的设定 不过 赵氏对赵氏一族的实力 却是非常震惊的 一千二百多个九阶圣王境 赵氏一族全圣时期 实力那么恐怖吗 不对 赵氏呼得意识到了什么 妙因真人刚才说这个数字的时候 并没说赵氏巅峰时期 所以 赵氏现在有多少九阶圣王境 五千 一万 赵氏眼睛顿时猛的一亮 妙因真人说他玄关如海 无法修炼 但是 如果有成千上万个圣王境 给他灌顶呢 就算是一头猪 被这么灌顶下去 最后也能灌成大象吧 同时 赵氏也感觉到了血脉诅咒的压力 赵氏的祖先们为了改变命运 竟然直接搜遍了整个世界 只可惜最后一无所获 赵氏有理由怀疑 四海龙族完全是被赵氏祖先们迁怒了 他们找不到赤金天龙 于是就把怒火发泄到了四海龙族身上 毕竟 光听名字就知道 赤金天龙跟四海龙族没啥关系 一个是混天上的 一个是混水里的 就算把那些龙泉杀了 他们也说不出来赤金天龙在哪啊 赵义问妙音真人 龙神派猜测是什么 妙音真人道 龙神派认为 世上根本没有赤金天龙 所谓的赤金天龙 其实是赵氏先祖异想出来的 说到这里 妙音真人看着赵义 嘴角上条 龙神派认为 赵氏先祖其实就是个疯子 赤金天龙是他想象出来的 所以后来的人翻遍了整个世界 也没找到那条龙 赵氏先祖根据一条异想出来的天龙 创造出来的龙神宫 自然也是存在巨大的缺陷了 妙音真人道 龙神派的说法 在赵氏一族中认可度很高 赵氏族人研究了龙神宫上千年 他们发现这门神宫并不只是按照血脉传承那么简单 曾经有人试过给其他人换上赵氏的血 然后给他们灌顶 最后无一例外 换血的人全都暴体而亡了 说到这里 妙音真人脸上露出了惊叹的神色 赵氏十二代子弟 也就是你的曾曾曾祖那一代 出了一个精彩绝艳的医者 那个医者在赵氏后遇中寻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 他管那东西叫传承碎片 那种碎片只在赵氏族人中传承 就算换血都没用 正是因为那个碎片的存在赵氏族人能修炼龙神宫 而且 那个碎片跟发疯也有关系 那个医者发现 只要体内有那个碎片 就算不修炼龙神宫 到了一定的年纪也会发疯 只是发疯的时间比修炼龙神宫要延迟一些年 赵氏后人之所以对赤金天龙有熟悉的感觉 也是来自于那个传承碎片的感应 显性遗传基因 赵氏听到妙音真人的描述 脑海中立即想到了 早就还给高中生物老师的遗传学知识 赵氏医者发现的那个传承碎片 大概率是赵氏前世高中生物学的遗传基因 而且 还是会让人发疯的基因片段 按照龙神派的说法 赵氏先祖是将龙神宫跟基因片段绑定了一起 这样一来 龙神宫确实只有赵氏人才能修炼了 但是代价 则是难逃60岁的死结 逻辑自洽了 赵氏若有所思的点头 龙神派的猜测 确实有几分道理 最关键是 他们能自圆其说 比龙族派那一套虚无缥缈的猜测 更有说服性 尿因真人点头赞同 宗人府那边 认可龙神说的 也确实占了大部分说完 他嘴角抽了一下 其中佼佼者就是至亲王 是他完善和补权龙神说的一些关键证据的 至亲王 赵氏想到了那个精彩绝艳的奇男子 他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生在赵氏 至亲王很可能成为震惊天下的智者 如今却成了一个疯子 赵氏之中 与至亲王相似的人 数不胜数 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赵氏确定龙神宫不是陷阱之后 顿时放下心来 然后 他看向了一旁趴在地上 撅着嘴 偷偷摸摸啃掉在地上烤鱼的小毒物 赵氏没好气到 行了 别装死了 去把那颗龙蛋取过来 知道了 小毒物答应一声 又啃了一口烤鱼 然后爬进了车架里 不多时 小毒物抱着一颗黑色的 泛着金属光泽的巨蛋出来 小毒物将蛋举到赵氏面前 妖公道 主子 您的蛋拿来了 赵氏 尿因真人 差点笑死了 他朝赵氏几眉弄眼道 太子爷 您的蛋 还真是雄伟壮观呢 赵氏狠狠瞪了他一眼 脸色直接黑透了 玄真冠是没人了吗 怎么就选了这个毒蛇的女人 当了冠主 这时 左小罗清理完战场走了过来 他看着那颗黑曲曲的龙蛋 眼神好奇 本宫 这是一颗蛋 赵氏点头 嗯 是一颗龙蛋 说完 他想到了那边战场的状况 问 战场清理得怎么样了 左小罗目光从龙蛋上移开 答道 咱们的人伤了27个 都是轻伤 没有阵亡和重伤的 朝天宗的余孽 总共367个 摔死了322个 剩下45个 死在了爬向营地的路上 左小罗说完 一脸惊奇 摔死的余孽里面 甚至不乏五阶真元境的大修饰 这种境界的修饰 在战场上都很难杀死 如今却摔死了 不知道这亲王是怎么做到的 这亲王什么都没做 赵义将之前发生的是说了一遍 最后问 那个主拐杖的老人怎么样了 左小罗还沉浸在 治亲王一句话 就让整个朝天宗 余孽团灭的恐怖战绩中 听到赵义的话 他有些愣神 那个主杖的 九阶圣王靖的老者 被一道禁止封印了 说完 他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施加禁止的 竟然是一头驴子 赵义听到驴子那么厉害 心情顿时更不爽了 那驴子本来应该是我的 这亲王抢我至宝 完全没有一点 做长辈的风范 尿因真人在一旁偷笑 他的驴鼻鸟 也是在赵义手里抢的 赵义从小运气就好 出门避捡宝贝 每当他捡到 什么好玩意的时候 就会有人去跟他换 赵义富可敌国的财富 就是这么积攒起来的 赵义的事迹 是大夏皇朝的传奇 左小罗自然也听说过 他看着面前的龙蛋 问赵义道 恩公 这枚蛋也是你的奇遇吗 赵义毫不犹豫地点头 没错 严格来说 这颗龙蛋 应该是男主的奇遇 不过 东西如今在他手里 那就是他的 左小罗不知道 从哪里磨出来一把菜刀 看着龙蛋跃跃欲试 他问赵义道 恩公 奴家还没有用龙蛋做过菜 能不能把这颗蛋借给我试试 可以 赵义点头 赵义拿到龙蛋之后 曾试过各种办法了 刀砍斧垛 水烟火烧 甚至 就连滴血认煮都试过很多次 但是始终拿他没办法 既然左小罗想试 那就拿去是好了 赵义之前觉得 他一个大将军 总是做菜不太合规矩 直到看他用碎尸摆心形 赵义忽然觉得 做菜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习惯 左小罗见赵义点头 拎着菜刀 直接朝着龙蛋砍了下去 咔 赵义预想中的金属交集声 没有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 打破蛋壳的声音 赵义先是一愣 猛地转头 然后他就看见 坚不可摧的龙蛋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纹 我尼玛 赵义差点裂开了 这狗东西 他研究了那么多天都没破开 如今被一菜刀劈开了 怎么能劈开 赵义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千里迢迢跑到这种 鸟不拉屎的地方 就是冲着护法大阵中的神兽来的 如今蛋破了 还能破阵吗 左小罗没有注意赵义的脸色 他抽出菜刀 伸手沾了一点蛋液闻了闻 满意的点头 蛋很新鲜 左小罗问赵义 问公 这颗蛋你想怎么吃啊 吃个蛋啊 听到蛋液很新鲜 赵义彻底裂开了 蛋液新鲜 说明蛋还活着 那可是一条龙啊 稳妮马 真香 赵义加了一筷子炒龙蛋 入口之后 只感觉唇齿流香 心中顿时升起了无限的满足感 破壳的龙蛋能不能激活阵法 赵义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没办法扶小龙了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赵义只能让左小罗拿去做菜了 不得不说 除了做人 左小罗做菜也是一绝 简简单单的一盆炒龙蛋 却被他做出花来了 好吃到赵义 差点把舌头吞进去 赵义泪流满面 一食蛋太好吃了 二是妙阴真人和小毒物 那两个牲口太快了 他也是热了狗了 赵义狠狠瞪了一眼下快如风的两人 迟迟无法下快 妙阴真人正在跟小毒物抢食 别看小毒物年纪小 修为也不怎么样 但是在抢食方面 就连妙阴真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妙阴真人抢了半天 鼠给了小毒物 一脸不服气 他感觉赵义看自己 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你该不会以为 左将军那一刀很简单吧 赵义眉头一挑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妙阴真人痴笑一声 你那点小心思还能瞒得过我 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 你要拉什么屎 赵义老脸一飞 粗粗 拉到龙蛋后 赵义第一时间找妙阴真人过来见别 他试了之后说打不开 左小罗轻松一刀就将龙蛋斩破了 同样是巴结入圣境 赵义觉得两人的区别 真的比人跟猪的区别 都大妙阴真人懒得理会赵义 他一看盆里的炒蛋快没了 顿时大急 小东西 你给我留一点 否则我把你扔大盒里 小毒物不为所动 手中筷子像闪电一般 划出一道道残影 不放过任何一点细小的蛋花 赵义叹了口气 将筷子放下 左小罗在旁边烤鱼 他见赵义抢不到龙蛋 安慰说 恩公 过几日我去一趟东海 抢几颗龙蛋回来 赵义白手拒绝 四海龙族安分得很 不仅约束海中妖兽 不得侵扰鱼民 每年还上脚大量供奉 赵义也拿了龙族不少好处 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就将人家子嗣抢怪吃掉 这事有伤天合 左小罗见赵义摇头 无奈作罢 继续埋头烤鱼 原本只有赵义 烤一条鱼就行了 但是现在多了小毒物和妙阴真人 烤鱼数量就没上线了 很快 炒蛋的盆子空了 小毒物和妙阴真人 同时看向了整齐摆放的烤鱼 两人欢呼一声 抓起一条鱼大块朵鱼起来 赵义摇了摇头 他问妙阴真人道 也和尚那边派人去了吗 姚青就回来了吗 妙阴真人闻言 头也不抬得到 鸣鸣鸟刚传讯回来 人已经救下来了 正在回来的路上 但是那个也和尚 发现了我的人的踪迹 知道不敌 提前逃跑了 赵义对男主逃跑并不意外 他听说姚青被救下来了 点头道 人救下来就好 至于那里和尚 你之前也看到了 想杀掉他不容易 听到这话 妙阴真人抬起了头 看着赵义 他认真的道 我还是不相信 这世上有那么邪门的事 我更倾向于之前发生的事 都只是意外 赵义不置可否 你不相信也是正常的 不过时间会证明我的话的 妙阴真人见赵义言之凿凿 点了点头 我知你做事从来不会无地方使 既然你这么说了 肯定有你的道理 说完 他道 罢了 等到此件事了 我亲自去处理那个野和尚 我就不信他 还能从我手掌中逃脱出去 赵义听他这么说 心中一动 到时候叫上我 我也想看看 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妙阴真人出手 对男主来说 应该算是提前遭遇boss 剧情肯定会给他设定奇遇 赵义的机缘到了 妙阴真人不知道赵义心里的想法 他听赵义说 要一起去 直接点头答应下来 他也想让赵义看看 那个野和尚 到底有没有 他说的那么邪乎 安排好了接下来的计划后 妙阴真人又埋头准备啃烤鱼 就在这时 一道轻微的波动传了过来 妙阴真人和左小罗 同时看向了大河的方向 怎么了 赵义问 他的修为太低了 并没有察觉到空间的异常 妙阴真人解释说 大河之上 有一丝空间波动 应该是某个秘境即将开放的征兆 秘境赵义对秘境并不陌生 这个世界有很多秘境 没人知道秘境是怎么来的 每个秘境里面的东西也不一样 有的秘境是一片虚空 高阶修饰进去也会迷失 有的秘境是一片荒漠 有的秘境有奇珍异宝 秘境总类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秘境有稳定的入口 所有人都能进 有的秘境需要特殊的开启手段 有的秘境只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段内 才会开启 零零总总 不易而足 赵义以前是秘境的常客 他身怀通天宝眼 在秘境中找宝贝 比菜市场买菜还轻松 大河之上的秘境是忽然出现的 按照秘境类型来看 应该属于是特殊时间开启的秘境 不过 赵义心中有种预感 这个秘境或许不像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难道是男主所为 赵义听说男主也在附近 第一反应就是 他肯定冲着朝天宗的宝贝来的 赵义之前就曾怀疑过 男主戒指里的那个老和尚 没说实话 除了龙蛋 朝天宗的护法大阵 肯定还有别的开启方式 只是他当时有龙蛋在手 所以也没有追问 如今龙蛋废了 赵义能不能进入朝天宗 全指望男主了 妙音真人问 进去吗 赵义没有回答 而是问 你们感应到朝天宗的护法大阵了吗 妙音真人和左小罗同时摇头 赵义心里顿时有了数 大河之上 那个忽然出现的秘境 很可能是个障眼法 通天宝眼 开 赵义心中默念了一句 抬头朝秘境看了过去 赵义眼中 奔腾的大河呼的变了样子 奔涌的河水成了白色 水里隐隐有蓝色和绿色的鱼游动 通天宝眼的财气 总共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是 白色财气 蓝色财气 绿色财气 金色财气 紫色财气 河水是白色 一文不值 蓝色和绿色是大河中值钱的大鱼 绿色的鱼 至少价值百金 赵义没有看那些鱼 而是看向了河面之上的秘境入口 秘境入口很大 足有十丈多宽 赵义眼中 秘境之内 由大量白色财气狂涌而出 甚至将大河之气都压下去了 显然 这是一座废弃秘境 赵义摇了摇头 对妙音真人道 咱们不进去 让你手下道人进 你跟左将军收敛气息 不要让人发现脸 妙音真人反应很快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秘境是假的 有人想用那个秘境引开咱们 赵义摇头 不确定 这只是我的猜测 妙音真人非常信任赵义 虽然赵义说不确定 但是他执行的时候 却毫不犹豫 不多时 营地里的禁军开始进入秘境 等到所有人都进入了秘境 秘境的入口缓缓关闭上了 妙音真人看向了赵义 赵义摆手 无妨 那座秘境里面没有危险 白色财气是最特别的财气 这种财气代表的意义是 一文不值 既没有益处 也没有危险 平淡如水 赵义经常将这种财气 当作判断否危险的预警来用 果然有诈赵义的话刚说完 左小罗猛地看向了山谷的方向 他沉声道 本宫 你说的护法大阵出现了 阵法空间正在剧烈波动 有人在强行破阵 赵义点了点头 左小罗不说 他也看到了 通天宝眼之中 一层若有若无的金色财气 弥漫在整个山谷中 根据以往的经验 赵义很容易认出来 那层金色财气是一座阵法 布阵的材料十分珍贵 所以阵法呈现出来的财气是金色 赵义叮嘱左小罗道 注意观察那边的情况 如果阵法破开 第一时间带我进去 说完 他看向了妙阴真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正在破阵的就是那个野和尚 一会儿过去了 你可以先试试 看看能不能杀掉他 妙阴真人脸色一沉 那个野和尚胆子不小啊 知道本座在这里 竟然还敢来挑衅 赵义摇了摇头 他觉得男主应该不是故意挑衅的 男主之所以甘冒奇险 应该是快被逼上绝路了 他根本没有选择 要么被层出不穷 紧追不舍的敌人杀掉 要么火中取栗 冒险一搏 前者必死 后者还有一线生机 对于男主来说 这个选择并不难做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 赵义等的不耐烦 已经打了好几个哈欠了 这时 左小罗呼地抓住了他的肩膀 阵破开了 左小罗的话刚说完 下一秒 赵义就发现自己进了山谷了 男主在阵法里面 看见从天而降的赵义 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地 就要将阵法重新闭合 左小罗抬起一掌 直接将他拍飞了出去 哇 男主在地上滚了十几去 哇地吐了一口黑血 男主畏惧地 看了左小罗一眼 不敢停留 踉呛着朝阵法深处走去 追 赵义见男主要跑 连忙吩咐左小罗快追 根本不用他多说 左小罗看见男主往前逃 直接一步迈进了阵法中 刚一入阵 左小罗脸色骤然一变 不好 左小罗的话刚说完 抓着赵义的手不由地松开 左小罗被一道巨大的力量裹挟着 直接飞了出去 左小罗急声道 本宫 这座阵法是一座秘境的入口 秘境的进入规则是随机传送 进入秘境后 您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奴家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您 他的话还没说完 人就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赵义望着消失不见的左小罗 又看了一眼还能看见背影的男主 心中顿时明白了秘境入口的规则 这座秘境 很可能是一座被人炼制过的试炼秘境 秘境入口 有检测进入者修为的机制 左小罗修为最高 被秘境压制得最狠 传送进入得也最快 赵义没有猜错的话 左小罗应该被传送到了最远 最危险的地方 他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赵义 恐怕不太容易 赵义几乎没有修为 因此在入口几乎没有被限制 他没有一丝犹豫 迈不朝男主追了过去 这时 妙音真人带着小毒物也进来了 跟左小罗一样 妙音真人刚进来 立即就被秘境压制了 他只来得及留下一句 我会尽快老找你们 然后就被传送到没眼了 赵义对妙音真人身上的变故并不奇怪 让他奇怪的是小毒物 赵义看着小毒物步履艰难 行动比男主还要艰难 不禁愣了一下 一直以来 赵义都以为小毒物跟他一样 都是没有半点修为的 如今看来 他竟然比男主的修为还强 感情小丑是他自己 赵义摇了摇头 然后伸手拉着小毒物 快步朝男主追了上去 小毒物看见男主 兴奋地朝他挥手打招呼 小警哥哥 你怎么也在这里 说完 他不等男主回答 继续道 这是我的主子 你赶紧过来磕头啊 主子会给你金瓜子的 听到这话 男主身体顿时一颤 小毒物不开口还好 他这话一出 男主顿时跑得更快了 小毒物非常奇怪 不明白男主为什么有钱不赚 他还是很够朋友的 不忍心男主 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直扯着嗓子 在男主喊话 劝他给赵义磕头 男主快要气疯 赵义差点笑傻了 最后 男主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甚至都等不及 走到指定的区域 再进入秘境 为了甩开小毒物 直接提前进场 赵义拉着小毒物 紧随其后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赵义呼地冲高空摔了下去 砰 赵义落在地上 他摇了摇头 平复一下眩晕的大脑 还没等看清周围的环境 屁股下忽然传来 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谁坐我身上 我要杀了你 咦 赵义愣了一下 这声音听着有些耳熟啊 像是苏浅浅 他怎么在这里 随即 赵义明白了过来 怪不得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一点事都没有 原来苏浅浅给他当了人肉做店了 爽 赵义故意坐着不起来 苏浅浅享受了他的跪舔那么久 赵义这算是收回一点利息了 苏浅浅气得快发狂了 看见身边赵义独有的靴子 他已经认出赵义的身份了 苏浅浅咬牙切齿道 赵义 你这个混蛋 我要杀你 这时 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传了过来 语气中充满了苦涩和无奈 赵施主 为何对贫僧苦苦相逼 男主的话说完 赵义明显感觉到了 屁股下的坐垫颤抖了一下 苏浅浅抬着头 惊喜地看着男主 轻易地喊道 法禁哥哥 阿弥陀佛 男主呼了一声佛号 说话的声音中明显有怒气 苏施主 为何对贫僧苦苦相逼 男主双手合十 口中不停地送念着佛号 他脸色非常难看 心情十分憋屈 男主是有理由生气的 毕竟他是真的什么都没做 他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完全是无妄之灾 如果非要说做错了什么 那就是 不该给苏浅浅那碗白粥 一碗白粥 毁了自己的人生 午夜梦回 男主甚至都不知道该恨自己 还是应该恨苏浅浅 赵义和苏浅浅还在较劲 全都没有理会男主 苏浅浅像一条泥丘一样 口中骂骂咧咧 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想要把其坐在身上的赵义甩下去 赵义好不容易逮到 报复苏浅浅的机会 终于能扳回一局了 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他 赵义口中的各种垃圾话 不停狂喷 同时气沉丹田 重心下坠 屁股像是被粘住了一样 死死地贴在苏浅浅背上 自怨自艾 完全是抛媚眼给瞎子看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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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同时开口 然后又同时顿住了 阿弥陀佛 男主还是很在乎赵义的 双手合十道 赵施主 你先说 凭什么他先说 我就要我先说 苏浅浅不依不饶 苏浅浅看着男主 满心满眼都是委屈 他都快被那个臭男人做死了 心上人竟然却还替他说话 苏浅浅只觉得一片痴心为了狗 男主看见苏浅浅的表情 脑门上的青筋突突地跳 阿弥陀佛 男主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那好 苏施主你先说 苏浅浅眼圈红了 好好 你凶我了是吧 你现在都开始凶我了 你让我说 我非不说了 男主 他脸上一副热了狗了的表情 也就是 男主从小就当了和尚 六根清静 不会骂人 否则他肯定跟赵义一样 热情地问候 苏浅浅祖宗十八代 苏浅浅见男主不说话 更来劲了 好好 你不说话了是吧 你现在跟我都没话 可说了是吧 男主 他一脸茫然 看着苏浅浅的眼神 就像是见鬼了一样 不是 咱们很熟吗 即使加上第一次诗周 一共也没说过五句话吧 怎么搞得 好像七十愿旅一样 男主看着苏浅浅 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自己失忆了 要不然 为什么他怠入那么深 自己却全然没有感觉 不对 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 男主已经气得 快要忍不住骂人了 这女人是疯了吧 就算是得了失心疯 去祸害其他人不行吗 欺负一个出家人 算什么本事 赵毅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 影视剧里的男女主角 你追我赶 他觉得狗血 现实中的私逼他直呼刺激 不过好景不长 苏浅浅跟男主叫嚣完 终于又想起来了 背上作者的赵毅 混蛋 你到底要在我身上 骑到什么时候 苏浅浅快要气疯了 他不停地扭动着 反手往后抓到赵毅 想把他逼下去 啪 赵毅用力拍了一巴掌 骤的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苏浅浅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抓闹的手也僵在了半空 下一刻 他直接炸了 混蛋 你竟然打我那里 我要杀了你 苏浅浅 终究是大家闺秀 虽然受尽了屈辱 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着两个男子的面 屁股这种词 还是说不出口 赵毅发誓 他绝对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想警告苏浅浅 不要乱动了 没想到拍顺手了 有一说一 苏浅浅身材 还确实挺有料的 难怪赵毅觉醒之前 一直像舔狗一样 在他身边羡慕 嗨嗨 赵毅看着快要气疯了的苏浅浅 倾咳一声 他认真地说 我要说我是为了你好 你信吗 赵毅煞有介事的道 地上都是石头 人的身体比石头脆弱 如果你一直挣扎 胸会被磨平的 你的胸本来就不富裕 万一磨没了 和尚就更不会喜欢你了 苏浅浅再次将住 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显然是被赵毅这厚颜无耻的话 气得不轻 但也确实是不敢再挣扎了 男主口中连呼醉骨 他双手合十 认真地对赵毅道 赵施主 此言诧异 赵毅可不会给男主解释的机会 又拍了两下 直接把苏浅浅拍炸了 赵毅这才神清气爽地站了起来 虽然只是收回了一点利息 但是能看到苏浅浅吃扁 赵毅心情还是一阵大好 苏浅浅气羞羞地从地上站起来 甚至都来不及胆干净身上的灰尘 仰起手就朝赵毅脸上抽了过去 不可 男主脸色一变 身形一闪 直接挡在了赵毅身前 啪 女主的巴掌 重重地抽在了男主的脸上 男主略显苍白的脸颊上 立即浮现出五个清晰的手指印 苏浅浅脸色一变 他看男主脸上的红印 眼神忐忑 想要伸手帮他揉揉 但是又不敢伸出手 男主感受着脸上火辣辣的疼 深吸一口气 双手合十 神色肃穆的 苏施主 赵施主是太子 是大夏皇朝的储君 不可以下饭上 此乃大不敬 苏浅浅脸色又是一变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男主 性眼含泪到吼道 你吼我 你竟然因为他吼我 你没有看到他刚才是怎么羞辱我的吗 男主脸色一黑 顿时头大如抖 赵义看得出来 他的忍耐已经快到极限了 男主深吸一口气 后退半步 避开了苏浅浅伸过来的手 他沉声道 苏施主请自重 太子殿下不可侵辱 苏浅浅胸口剧烈的起伏 显然是被气得不轻 他想反击 但是看着男主脸上的巴掌印 画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苏浅浅不忍心再伤害男主 但是对赵义却没那么客气 他转过头恶狠狠地瞪了赵义一眼 与其中满是厌恶和不耐烦 赵义 我都说了 我不喜欢你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嗯 怎么样才会放过他 赵义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奇怪地问 你在狗叫什么 我怎么你了 赵义心中疑惑 难道苏浅浅忘了他 才起他身上揍他的事了 苏浅浅冷着脸 愤恨地道 别以为你追到朝天宗了 我就会跟你回去 我已经退婚了 我跟你没可能了 一辈子都不可能 赵义 他忽然理解男主的感受了 这个女人 是真的能让人无语啊 赵义摇头 朝天宗已经没了 我的人将那些愚孽 全都储弄死了 你现在出去 还能给他们收尸 苏浅浅根本不信 怎么可能 教主是九阶圣王靖的老祖 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他呢 赵义眉头一挑 你说那个主拐的瘸子老头吗 他确实没死 听到这话 苏浅浅神色一松 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就听赵义继续道 那老头被一头野驴梯子踢了一脚 已然废了 要不然 我们是怎么进来的 苏浅浅脸上的笑容刚浮现出来 然后就直接僵住了 他不相信赵义 转头朝男主看了过去 苏浅浅急切地问 法经哥哥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看见老祖了吗 男主嘴角抽了一下 他朝赵义看了一眼 还是点头 阿弥陀佛 苏施主 外面的人确实全死了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你说的老祖 是不是那个拄着拐杖的老人 苏浅浅连连点头 没错 那就是我们宗门的老祖 他怎么样了 男主摇头 看上去不太好 胸口被什么东西踢得塌陷进去了 我在远处看见的时候 他正被禁军拖着 往山谷外面走 这话一出 苏浅浅身体顿时猛的一颤 脸色一片煞白 怎么会这样 他像是湿了魂一样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身色 为了坐稳圣女的位置 苏浅浅几乎将家底都搬空了 就连他娘的嫁妆都没有放过 结果他在圣女的宝座上 连屁股都没暖热 朝天宗没了 苏浅浅头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呼的 他骤然抬头 看向了赵义 咬牙切齿 赵义 你以为毁了朝天宗 我就会屈服 你别做梦了 我就算死 也不会向你低头 啊 赵义看着苏浅浅 像看神经病一样 朴信女真是太下头了 他看着苏浅浅 摇头感慨道 苏长远也算是个聪明人 怎么会教出来 你这种蠢笨如猪的女儿 赵义说完 脸上呼的露出了狐疑之色 他看着苏浅浅 质疑道 我以前竟然都没想过 你这猪脑子 是怎么当上圣经城第一才女的 你以前扬名的那些文章 不会都是苏长远帮你写的吧 赵义说完 又摇了摇头 苏长远是聪明人 不可能做这种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 他不会不清楚 像你这种蠢货 名声太大只会连累家族 说到这里 赵义口中连声称怪 所以 那些文章确实是你写的 不合理啊 你这种头脑蠢货 到底是怎么写出来 那些锦绣文章的 苏浅浅见赵义 当着自己的面 毫不留情地侮辱自己 气得浑身发颤 他刚想说话 赵义抬手打断了他 赵义云淡风轻地道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虽然我并不想跟你浪费口水 但是有些事我觉得 还是说清楚 比较好省的你再心存幻想 一次又一次地恶心我 赵义正色道 首先 我并不是来找你的 如果不是恰好碰到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里 我这次过来 是追杀朝天宗余孽的 就是 你在外面的那些所谓的同门 其次 我不管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朝天宗是谋反的叛逆 你跟朝天宗勾结 还担任了朝天宗的圣女 这是诸九族的死罪 最后 宗人府已经下发了海捕文书 你父母的亲族 全都在名单之上 苏浅浅脸色惨白 失魂落魄道 不可能 除了父亲 没人知道 我在朝天宗 赵义嘴角上挑 赞叹道 果然是之父 莫若女 没错 确实是你父亲上到的宗人府 说完 他摇头道 苏长远确实是个聪明人 他在第一时间 做出了最正确的抉择 不过 有一件事 他算错了 苏浅浅连忙道 什么事 赵义耐心地解释道 苏长远忘了 宗人府不是刑部 刑部杀人需要证据 宗人府只需要名单就够了 对于宗人府来说 只要你勾结朝天宗是事实 那么苏长远知不知情 并不重要 反正也要诸九族 多他一个 也就是刽子手多砍一刀而已 费不了什么功夫 苏浅浅听到这话 脸上彻底没了血色 双腿一软 直接跪了下去 赵义见他这个样子 意外道 难道你加入朝天宗之前 就没想过后果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不会以为 谋反这种事 可以一人做事一人当吧 苏浅浅脸色由白转青 然后又由轻转白 他像是被抽了魂一样 失魂落魄的 再也没了之前的遗址气势 这种情况 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苏浅浅脑回路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脸上呼得又有了精神 他瞪着赵义 一副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样子 苏浅浅仰着头 傲然道 赵义 我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你为了逼我回到你身边 竟然如此下作 你乖乖放偶的家人 我或许可以考虑 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 否则 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我 这话一出 不仅是赵义 就连一旁的男主都听傻了 赵义人都裂开了 他刚才说那么多 这女人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啊 两人对视一眼 面面相去 这一刻 深受苏浅浅毒害的两个男人 竟然共情了 男主看着赵义 一脸的同情 他对赵义的遭遇感同身受 一直以来 苏浅浅就是这么恶心他的 赵义 男主竟然会同情他 这是赵义没想到的 看来他是真的被苏浅浅折磨得不轻啊 不过 这还不够 赵义眨了眨眼 指着男主正色对苏浅浅道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男主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不知为何 他看到赵义这架势 心中顿时生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苏浅浅文言 下意识地看向了男主 不知道赵义想说什么赵义 对苏浅浅道 你可能不知道吧 这位大师身上 流的也是赵氏皇族的血 你就算退婚了 也跟他没办法在一起 因为礼法和律法都不允许 赵义说完 看着苏浅浅 一脸惋惜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大师一直对你的爱意避而不谈吗 因为他是怕陷你于千夫所指之境啊 苏浅浅先是一愣 随即暗淡的眸子瞬间亮了起来 苏浅浅感动得到 法金哥哥 没想到你是如此的联系我 男主 我不是 我没有 他在污蔑我啊 男主的脸都涨红了 看着赵义的眼神 一脸的惊恶 显然是没想到 难兄难弟的赵义竟然会被刺他 赵义在一旁撇嘴 对苏浅浅的恋爱脑塌事 直接无语了 这就感动了 难道他忘了 九族还在宗人府 马上就要被抄斩了 九族加起来 都比不上秦郎是吧 男主还是太年轻了 不知道人心险恶 他以为 一个人就算再可恶 最多也不过是苏浅浅这种了 他根本没想过 世上竟然还有赵义这种颠倒黑的人 男主忽得理解 那个黑袍前辈的想法了 如果赵氏都是这样的可恶的人 那他们确实都该死 男主深吸一口气 他看着苏浅浅双手合十道 阿弥陀佛 平僧是出家人 一心向佛 还请苏施主自重 听到这话 赵义在一旁撇了撇嘴 他要是不知道原住 或许也就相信男主的鬼话了 原住中 男主开后宫比谁开的都欢 赵义如今知道男主的身份后 大概能猜到 他的性格变化 有一部分原因是 受到了龙神功的影响 但他本性要不是那种人 龙神功就算再强 也改变不了什么 毕竟龙神功 只是放大了修炼者心中的执念 而不是凭空制造各种欲望 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可能是跟赵义打交道的次数多了 男主明显学坏了 赵义刚将话题转移到男主身上 男主立即有样学样地 把球又踢了回来 他双手合十 郑重其事地对苏浅浅到 苏施主 当务之急 你还是想想 该怎么拯救父母和家族的亲人吧 果然 男主的话刚说完 女主就转头瞪向了赵义 他不耐烦地道 赵义 我再说最后一遍 放了我父母和亲族 我给你一次追求我的机会 否则你这辈子 都别想再靠近我身边 听到这话 赵义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这女人是如此的普通 却又是如此的自信 她凭什么觉得赵义会想靠近她 赵义懒得理会苏浅浅 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刚才从天上掉下来 赵义就一直在跟着两人扯淡 都没来得及查看周围的情况 赵义扫尸四周 发现自己三人的位置上 在一座山顶上 山顶不大 长宽都不足百步 山上光秃秃的 连一根杂草都没有 赵义找了一圈 没有看到小毒物的踪迹 心中不免担心 秘境传送的位置 应该跟入口的方位有关 赵义跟男主距离很近 所以掉在了同一座山的山顶上 按理说 小毒物应该也在山顶附近才对 但是赵义却并没有看到她 赵义目光 看向了山顶边缘之外的悬崖 悬崖下是弥漫的浓雾 赵义宁没看去 可是距离不足十米 小毒物不会掉到悬崖下去了吧 赵义眼眸微动 注视着远处的悬崖 在心中低喝一声 通天宝眼 开 临行之前 赵义在小毒物身上 放了一块价值万金的古玉 古玉赵义是在一处秘境中得到的 里面似乎暗藏着什么秘密 赵义研究了三天 没有研究明白 就随手扔在库房了 每次外出 赵义就从库房里 取出来了一批跟古玉价值相同的宝物 每人身上带一块 目的就是为了预防眼前这种情况 悬崖之下 浓雾密布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肉眼 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但是通天宝眼就不一样了 通天宝眼是看财气的 悬崖下的雾气就算再浓 也遮不住财气的光芒 果然 赵义开启通天宝眼后 眼前的世界立即变得清晰起来 浓密的雾气散去 一道道夺目的财气光芒冲天起 瞬间将死寂的秘境 映衬得多彩绚丽起来 赵义扫了一眼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这座秘境实在是太大了 赵义看到的最远的一道财气 距离差不多有十公里 这就意味着 这个秘境的面积 竟然不逊于圣经城 而且 秘境中各种奇珍异宝不计其数 价值稍低的蓝色和绿色财气光芒 数不胜数 金色财气足有上百道之多 就连外界难得一见的紫色财气光芒 这里竟然也有九件 麻烦了 赵义眉头越皱越深 秘境中的宝贝多是好事 但是眼前的时间却不合时宜 光是山顶周围 金色的财气光芒就有六道之多 赵义想要一次锁定小毒物的位置 并不容易 有两个移动的金色财气 赵义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周围的六道财气之中 有两道光芒在不断移动 其中一个距离稍远 但是移动速度很快 另一个就在悬崖下面 只是偶尔动一动 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变化 如果不是赵义观察仔细 差点就没有看出来变化 赵义眉头微皱 心中私存 如果悬崖下面的那道光芒 是小毒物 那他应该受伤了 而且伤势不清 赵义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就准备找路下山 小毒物精通药理 不仅会用毒 也擅长疗伤治病 以他的医术 如果是小伤 肯定在早就医好了 但是山脚下的那道金色财气 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动了 如果小毒物受伤了 伤势可能超出了 他所能控制的范围 所以 赵义必须尽快赶过去 查看一下情况才行 赵义不知道的是 他在山顶上到处闲逛的行为 已经惹恼了苏浅浅 苏浅浅虽然恋爱恼 但也不是说 对父母和青族的生死 全然不顾苏浅浅听赵义说 因为他的缘故 宗人福已经将他全家九族都抓起来了 很快就会处死 心里其实已经慌了 只是苏浅浅习惯了 在赵义面前的高姿态 也习惯了赵义事顺从 委屈求全的样子 虽然赵义之前对他十分不敬 而且话里话外 一副跟他撇清关系的样子 但是苏浅浅并不认为 那是赵义的真心话 赵义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 只要苏浅浅几天不理他 赵义就会做一些出格的事 试图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苏浅浅以为 赵义这次也是一样 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 所以 苏浅浅虽然想让赵义放人 但是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之后 习惯性的 又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施舍 仿佛赵义给他办事 讨好他 就是他的施舍 苏浅浅以为 这次还是跟以往一样 他发布了施令之后 赵义立即奉为闺念 然后屁颠屁颠地去执行 但是赵义这次的反应 却截然不同 他听到了苏浅浅的话 却并没有按照有要求去做 相反 他的表情还十分不屑 苏浅浅先是恐惧 然后心头又涌出了无穷的怒火 他并不是不知道 加入朝天宗 成为朝天宗的圣女 是谋逆的大罪 否则他也不会偷摸溜回家 带着父母一起走了 苏浅浅之所以敢这么做 依仗的就是 赵义对他毫无原则的谄媚和追求 苏浅浅知道 赵义爱自己爱得不可自拔 所以他才肆无忌惮地去做任何事 因为不管出了什么事 赵义都会出面帮他挡下来 这种情况发生过太多次了 苏浅浅已经习惯了 就算把天捅破了 也能赵义这个蠢货 扔进去不窟窿的日子了 结果赵义突然说他不干了 这怎么行 他怎么敢 苏浅浅手脚冰凉 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了起来 他害怕了 苏浅浅虽然只在朝天宗当了几天的圣女 但是已经能够体会到 大夏皇朝对朝天宗的铁血压迫了 赵义说的没错 宗人府只要重要证实了 他是朝天宗圣女 那么九族之内将无一人幸免 苏浅浅猛地看向了赵义 他心里呼得涌起了无限的恨意 既恨赵义用情不专 始乱终气 见死不救 又恨苏长远不顾妇女之情出卖他 以至于牵连整个家族 苏浅浅见赵义站在悬崖边 像是在找出路 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去 站在赵义身后 苏浅浅呼地开口道 赵义 我爹娘你就是不救 赵义被他吓了一跳 他担心小毒物的伤势 对苏浅浅一点耐心都没有 不耐烦的 我跟你爹娘非亲非故 为什么要救他们 赵义冷眼看着苏浅浅 想救你爹娘是吧 你可以自己去啊 移民患病就可以了 是以你人所为 宗人府或许会看在你爹苏长远 主动上告的份上 放过他们 说到这里 赵义面露讥讽地道 你不是一直自诩为校女吗 现在考验你孝心的时候到了 既然你那么孝顺 肯定愿意以你一人之命 换你父母和九族之人的命 对吗 苏浅浅脸色骤变 脸上表情轻一阵红一阵 呼的 他猛地抬头看着赵义 咬牙切齿道 你是太子 明明你只要你一句话 宗人府就会放偶父母和九族 你为何如此狠心 竟然置数百口 人命于不顾 赵义听到这话 顿时不懈地撇了撇嘴 道德绑架 抱歉得很啊 他没有道德 赵义像驱赶蚊子一样 厌烦地摆了摆手 他讥讽道 你说这么多 不就是自私自利 贪生怕死吗 既然贪生怕死 为什么还要花样做死呢 如今惹出了事了 还想道德绑架我 简直是可笑至极 赵义厌恶得道 我以前真是瞎了眼了 竟然会喜欢你这种货色 幸好老子觉醒了 要不然活该被人戳几两骨 赵义说完这些 也不管苏浅浅能不能听懂她的话 开始准备下山 悬崖下面那道金色财气光柱 已经好一会儿没动了 赵义担心小毒物出事 心里愈发地烦躁起来 就在这时 一道近风从身后袭来 男主在远处几乎道 赵施主 小心 赵义愣了一下 回头看去 只见苏浅浅面色铁青 眼中满是疯狂的神色 赵义 你给我去死 我要你给我的家人陪葬 卧槽 神经病 赵义破口大骂一句 然后感觉胸口一阵剧痛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 往悬崖下掉去 苏浅浅站在悬崖边 看着气急败坏的赵义 神态癫狂地大笑了起来 爹娘 女儿给你们报仇了 贱人 赵义气得差点吐血了 这时 一道黑影从苏浅浅身后窜了出来 直直地朝赵义抓了过来 赵义愣了一下 十分怪异 男主 赵义看着跳崖来救他的男主 大脑都当机了 什么情况 男主为什么会跳崖救他 另一边 苏浅浅看见男主跳崖了 脸色骤变 他伸手想要去抓男主 但是晚了一步 男主已经跳下来了 苏浅浅脸色不断变换 犹豫了无数次 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看到这一幕 赵义知道苏浅浅的女主光环破碎了 原著是大男主的剧情主线 苏浅浅眼见着男主跳崖都不跟随 已经不配再当女主了 赵义现在就很好奇 没有了女主光环庇护 离开密境之后 苏浅浅还怎么活 男主的速度很快 但是却并没有抓住赵义 他像是被一股距离裹挟住了 理直地从赵义身边坠落下去 赵义也不着急 事实上 从山顶掉下来的那一刻 赵义察觉到异常了 重力不对 按照自由落体的加速度 赵义下坠的速度 应该是一秒钟十米左右 但是他发现 从悬崖上掉下来后 一秒钟下坠的高度 连一米都没有 这样一来 他就不会死了 没有了生命危险 赵义甚至还有闲心 看苏浅浅的变脸表演 看见男主坠落得更快 赵义猜测 从悬崖上坠落的速度 应该是跟密境入口的速度 是一样的 修为越高 掉得越快 像赵义这种 一点修为都没有的 几乎是被拖着往下掉的 扑通 过了一会儿 赵义听到 下面有落水声传来 赵义彻底放心了 悬崖下是一个水潭 这一下彻底死不掉了 有一个甜美的女人的声音 传了过来 公子 人家沐浴被你看到了 只能以身相许了 赵义听到这话 直接惊得呆住了 下面怎么有个女人在洗澡 他还要对男主以身相许 剧情给男主开挂 也太离谱了吧 上一个苏浅浅才搞掉 下一个女主又送上门了 这年头连女主都能无缝衔接啊 赵义正想着 只感觉后背一麻 扑通一声 栽进了水里 不等稳定身形 赵义就朝刚才说话的女人 看了过去 尸身的女主不看白不看 赵义刚转过头 就感觉脖子上多了一把冰凉的剑 刚才那个甜美的女人手持宝剑 此时用冰冷的目光 居高临下地盯着赵义 竟然敢偷窥本公主沐浴 简直最该万死 赵义 男主看到了你洗澡 你就以身相许 我看了你洗澡 就最该万死 做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双镖 而且 我特么还什么都没看到呢 赵义很生气 他哽着脖子 对那女人道 要杀就杀 你看娘的 说什么屁话 你说什么 女人大怒 赵义知道 在这种形式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 越是强势对方 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赵义毫不客气 痴笑一声 本太子刚从上面掉下来 气都还没有喘云 哪有闲心偷看你洗澡 而且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天上的仙女吗 是个男人都愿意看你洗澡 说不定 你长得跟罗刹一样丑陋 本太子还怕长真眼呢 女人勃然大怒 混账 你竟然敢对本公主无礼 赵义冷笑一声 公主很了不起吗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这个世界上 还没人敢压本太子呢 果然 女人见赵义 比他还横三分 手中的剑果然迟疑了 你是哪里的太子 女人试探地问 赵义冷笑着 不打反问 你又是哪门子的公主 女人蛮横得道 我管你是哪里的太子 就算你没有偷看本公主洗澡 但是你私闯本公主沐浴的温泉池 这也是不尽的死罪 笑话 赵义嗤之以鼻 本太子还说你 跟我呼吸同一片空气 你污染了本太子的空气呢 这才是不尽的死罪 赵义说完 不给女人开口的机会 直接道 我劝你把这块烂铁 从本太子脖子上拿下去 要是伤了本太子一根毫毛 本太子保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话一出 女人脸色骤变 他恶狠狠地瞪着赵义 脸色气得通红 握剑的手都开始颤抖了 宝剑没有移开 但也没有继续往前 阿弥陀佛 这时 男主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 女施主 赵施主并不是有意偷看你沐浴的 不知者不为过 还请施主手下留情 宽恕赵施主这一次吧 赵义 男主学坏了呀 他看似是在替赵义说话 但是 一开口 却直接断定了赵义看那女人洗澡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赵义的名声可就毁了 这也就是赵义了 他压根没什么好名声 根本毁无可毁 要是换了其他人 说不定真的就在在男主手里了 赵义心中一阵唏嘘 以前那么淳朴的小和尚 如今一开口就满嘴茶香 好好的和尚不念经 研究起了茶艺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赵义翻了个白眼 冷笑一声 直接抬头朝那女人看去 笑话 本太子想看什么女人 还用得着偷看 本太子如今就看你了 你这女女 女龙人 赵义抬头看着眼前的女人 眼睛直接瞪圆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龙族的女人 不对 他应该叫龙女 才对那龙女外表看上去 十六七岁的模样 头顶一对可爱小巧的银色龙脚 银色长发垂到腰臀 肤白胜血 五官精致绝美 身穿一袭肃杀白裙 长裙被谁打尸贴在身上 衬托出了内里玲珑有致的傲人身材 看到这个龙女 赵义一眼认出了她的身份 东海龙族的幼女 须二 四海龙族原本姓敖 大夏皇族在四海 便寻赤金天龙无果 一怒之下 强令四海龙族改姓 四海龙族从此不准姓敖 她是在男主发迹前妻 就跟在她身边了 在男主后宫的地位 仅次于苏浅浅 须二之所以比不上苏浅浅 不是因为她的相貌和实力 比苏浅浅差 而是她背后的东海龙族 没有苏浅浅背后的赵义有钱 男主是现实的 后宫之中 谁给她提供的资源越多 她就更宠幸谁 苏浅浅背后站着的 是赵义这个超级钱袋子 赵义能给男主提供的资源 远不是东海龙族能比的 因此 在男主的后宫中 苏浅浅处处压须月儿一头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苏浅浅女主光环碎了 男主没有了赵义 这个大渊种之称 只能依靠东海龙族了 须月儿终于可以上位了 须月儿见赵义目光 灼灼地看着自己 脸上满是羞怒之色 你这丝竟然敢如此轻薄于我 简直最不可赦 赵义见须月儿恼羞成怒了 不情不愿地收回了目光 有一说一 须月儿真好看 姚青是赵义见过的所有女人中 容貌气质最让人惊艳的 姚青的美是妖艳的 须月儿则是有一种虚幻的朦胧美 比起须月儿 姚青略逊一筹 想到这里 赵义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么漂亮的白菜 最后竟然要被诸拱 简直抱天天物 赵义心中富匪 脸上却不动声色 龙族 赵义吃笑一声 然后掏出太子金牌 面无表情道 跪下 看见大侠太子金牌 须月儿脸色骤然一变 握着宝剑的手 不由自主地 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扑通 须月儿握肩不稳 宝剑掉到了水中 赵义看着她 脸上满是玩味的神色 你叫须月儿是吧 东海龙族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派公主 行刺大侠太子 好好好 好得很啊 扑通 须月儿被这话吓破了胆 她小脸煞白 再也坚持不住了 直接从空中掉下来 她跪在水中 仰着头 脸上满是黄极之色 明亮的大眼睛中 蓄满了泪水 她哀求道 罪女之错了 还请殿下 看在罪女初犯的情面上 饶罪女一次 殿下大恩大德 罪女莫齿难忘 听到须月儿的话 赵义不置可否 她走上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须月儿 伸手抓住她的下巴 将她的头抬了起来 伸手前的赵义 我太丧尽天良了 欺辱一个弱女子 这跟恶毒反派有什么区别 伸手后的赵义 好嫩 好滑 这小俩美帝简直没谁了 这水汪汪的大眼睛 可怜巴巴的 我见尤莲 当个恶毒反派 实在是太爽了 嗨嗨 赵义倾咳一声 准备跟须月儿 来点善而不宜的活动 须月儿招惹赵义在先 直接被吓破胆了 赵义亮她也不敢反抗 须月儿跟姚青一样 都是男主那边的女人 姚青是男主小姨 须月儿是男主后宫的女人 赵义本来还有点下不了狠心 但是一想到原著中 她被男主暴虐致死的时候 这些女人都是帮凶 她玩弄这些女人的时候 心里就再也没有一点负罪感了 赵义刚准备下一步 呼的想到了 男主就在旁边 赵义心中呼的一动 虽然在男主面前凌辱须月儿 也很有成就感 但是却不够解恨 沉莺片刻 赵义扬起手 狠狠在须月儿脸上 抽了一巴掌 啪 须月儿精致白皙的翘脸上 立即浮现出了一个 清晰的鲜红巴掌印 须月儿捂着脸 疼得眼泪在眼眶中不断打转 但是却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甚至不敢有任何怨对的表情 看到这一幕 赵义心中不禁好奇 赵氏的祖先们 当年到底对四海龙族做了什么 这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四海龙族的龙子龙孙们 怎么还是一副被吓破了胆的样子 赵义没有理会须月儿 而是看向了男主所在的位置 雾气很浓 赵义看不清男主在哪 不过赵义没有听到 男主离开脚步声 他应该还在原地 并没有走远 赵义心里好奇 不知道男主看到这一幕 心里会是什么感想 随即赵义又摇了摇头 男主怎么想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赵义让他怎么想 赵义背负双手 傲然地道 法镜 看到了吗 这就是咱们大夏皇族的威慑里 四海龙族的公主又怎么样 还不是只能跪在我面前当狗 赵义眼角余光扫了一眼虚悦 见他脸色有些错愕 随即深深地低下了头去 心中顿时一阵暗笑 他还嫌事情不够大 又添了把火 赵义抬起脚 在虚悦胸口揣了一脚 直接将他踢翻进水里 然后继续对男主道 法镜 你刚才拒绝的对 这种猪狗不如的东西 竟然敢攀附高贵的大夏皇族 简直是不知死活 赵义就不信了 虚悦在男主面前 露出了最难堪的一幕 而且还知道了 男主也是赵氏族人 即使这样 还尚赶着倒帖 如果虚悦真的这么见 下次见面赵义直接办了他 男主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喝他的洗脚水 赵义说完 背着手 转身往岸上走去 他没有修为 身上衣服湿了 泡在水里难受得很 到了岸上 赵义回头看向了虚悦 虚悦依然跪在水中 见赵义看过来 脸上立即露出了讨好的神色 赵义满意地点了点头 张开双臂道 冷漠地道 还不滚过来 伺候本太子 虚悦先是一愣 随即脸上露出了只色多谢太子 说完 他从水里站了起来 快步来到了赵义身边 赵义还不忘补刀 他又对男主道 法径 看见没有 这些猪狗都是剑皮子 我那么对他 他还对我说谢谢呢 男主没有说话 他远远地站着 没有走远 也没有靠近 不知道在想什么 赵义也没有催促 他知道 刚才那一幕 肯定会对男主 形成巨大的冲击 不过这也正是赵义想要的 这次回去 赵义就要开始准备修炼了 他需要完整版的龙神功 男主的进度太慢了 只有让男主知道 大夏皇朝有多强大 他才会有压力 然后就更有动力 去寻找奇遇了 须月也没有说话 他像是没有听到赵义的侮辱一般 细心仔细地帮赵义 轰干衣服上的水渍 在这个过程中 须月自己的衣服 还一直在滴水 他却像没感觉一样 小心翼翼地伺候赵义 唯恐动作太大 惹得他不高兴 赵义知道 男主就在旁边看着 直接放飞了自我 须月帮他烘烤衣服的时候 赵义的双手 一直在他身上开油 须月面红耳赤 不敢怒 更不敢言 可怜巴巴的 看着就让人心疼 赵义看着须月 怯懦怒委屈的表情 非但没有激起他的保护欲 让他产生怜惜之情 反而让他有一种 将神女打落凡尘的畅快感 这种变态的破坏欲 简直让赵义亢奋到发狂 啪 远处有采断树枝的声音传了过来 赵义耳朵动了一下 在这种大雾弥漫的地方 人的视力受阻 听力就会变得无限敏感 赵义听到脚步远去的声音 他知道 男主这事终于看不下去了 受不了走了 赵义嘴角上扬 脸上满是笑意 原著中没有交代男主 跟须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赵义猜测 大概情况可能跟之前差不多 男主从悬崖上掉下来 须月在下面洗澡 然后须月莫名其妙地以身相许 这两人从此就勾搭上了 如今情况变了 赵义横插一杠后 打了须月的脸 曝光了男主的身份 给两人的关系增加了诸多变量 尤其是赵义当着男主的 面对须月上下其手 赵义不相信男主不隔应的慌 赵义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这两人要还是走到了一起 那赵义确实是服气了 嗯 呼的 赵义耳朵又动了一下 男主往外走了摆布之后就停下了 什么情况 赵义计算了一下自己的试据 大概猜测 摆布之外 应该是男主在物中所能看到的极限距离了 还不死心 赵义嘴角一挑 伸手朝须月的腰拢了过去 须月下意识地躲到一边 随即脸色一白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看着赵义 惊恐地解释道 罪女不是故意闪躲 罪女的衣服湿的 担心 啪 赵义抬起手 直接又是一巴掌 剑壁 他冷笑一声 不等须月说话 抓着他的胳膊 直接将他提了起来 须月不敢反抗 只能任由赵义摆弄 赵义得意地哈哈大笑 然后一把搂住须月的腰 张开大嘴 不由分说地 朝须月娇嫩的红唇上吻了过去 赵义做这些的时候 还有闲情朝男主的方向眨了眨眼 不是爱看吗 赵义就让他看个够 下一秒 赵义啃住了须月的红唇 他嘴角上挑 心中那股难以言语的破坏欲 再次达到了极致 男主 你后宫之手的初吻 我拿走了 赵义抱着须月啃了半天 男主在旁边看了半天 男主一直不走 赵义却有点啃不下去了 太素了 实在是没啥啃头 赵义不信邪 开始上下起手 按照从姚清那里偷失的手段 赵义须月儿 极尽挑弄之意 须月儿都快受不住了 男主却依然不为所动 最后 赵义认输了 赵义松开了须月儿 被啃肿的红唇 眼神中净是茫然之色 啥意思啊 现场直播这么好看吗 男主不愧是佛子 定力端视了得 赵义正想着 远处一个熟悉的声音 呼地传了过来 呀 小锦哥哥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你 小毒一边说着话 一边拽着男主的脖领子 拖麻袋一样 将他又拖了回来 赵义连忙看去 就只见男主面色黑子 原本英俊的帅脸 此时肿得跟猪头一样 这分明是中毒了 赵义一脸错愕地 看向了小毒 小毒熟练地 从腰间毒囊里 取出了那只红蝎子 红蝎子看见了男主 纵身一跃 跳到了他的脸上 然后 毫不迟疑地扬起伟针 轻车熟路地 扎进了男主眉心 男主疼得浑身一颤 黑紫色的丑脸 瞬间扭曲猙獰 丑陋的好似 从地狱中爬出来的厉鬼 赵义等小毒物 做完这些 才问道 怎么回事 小毒物解释道 之前从外面进来的时候 我本来跟主子一样 起在天上飘着 结果不知从哪里 飞来一只大鸟撞了我一下 然后我就飘远了 等我落地后 就按照小红的指引来找主子 结果远远看到有个人影 在主子周围鬼鬼祟祟 我担心主子有危险 要是就对他用了毒 小毒物有些尴尬 没想到 那人是萧锦哥哥 游戏 赵义顿时恍然 他就说嘛 男主定力怎么那么好 能在旁边看半天 原来早就中毒晕过去了 想到这里 赵义看向了面色朝红的虚悦 不好意思 赵义承认自己 刚才确实有赌气的成分 不过虚悦好像也挺享受的 那这件事就算了 虚悦见赵义看向自己 这一次没有再害怕 反而微微低下头 眼神中有一丝 赵义看不太懂异样身材 欲语欢迎 欲语还休 赵义有些异动 但是眼角余光往旁边一扫 就见小毒物双眼放光地看着 一副在期待什么的样子 赵义老脸一黑 随即瞪了虚悦一眼 龙族果然性盈 竟然勾引他这个纯洁的少男 简直最大恶极 虚悦微一震 有些莫名其妙 小毒物叹了口气 脸上怅然若失 赵义看到小毒物的表情 脸色顿时更黑了 他就知道 这小怪物还贼心不死 上次那个不要失效后 小毒物一直不甘心 想要一雪前耻 原本他只是偷偷地琢磨 如今竟然想看现场活春宫了 赵义都不敢想他再大一点 敢干什么了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赵义扬起手 狠狠地在小毒物屁股上抽了一巴掌 把他抽得嗷嗷直叫 赵义黑着脸 你给我老实一点 你要是敢再给我使什么坏 我就罚你三天不吃饭 罚不吃饭 反对别人来说是小事 但是在小毒物眼中 简直比要他命还可怕 小毒物一听 赵义不让吃饭了 也顾不得揉屁股了 用力地拍着胸口保证的 主子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赵义见他答应这么快 顿时一脸狐疑 他总觉得 这小怪物在憋什么坏 搞不好哪天 就突然给他来个大的 须月躲在一旁 看着小毒物 在赵义面前跳脱的样子 脸上满是惊奇之色 大下皇族的人 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难道那群恶魔变性了 须月儿心里奇怪 转头往倒在地上的 男主身上扫了一眼 然后又面无表情 移开了目光 他之前确实有招 男主为序的想法 四海大劫之后 龙族凋零殆尽 为了稳固在四海的统治地位 龙族这些年 一直在疯狂补充新鲜血液 很快 他们发现一个问题 龙族之间结合 虽然诞生的后代血脉之力 最浓郁 但是郁郁效率太低了 繁衍速度虽然快了 但是诞生的都是亚龙众 几乎难以孕育出真龙 经过了无数尝试 四海龙族终于发现 龙族跟人类结合 孕育出真龙的概率是最大的 发现这点后 四海龙族开始杜撰 各种龙族与人族相好的传闻 然后收买说书人 在大厦各地传播 比如 龙女救了落水的才子 两人结成了连礼 生了一个聪慧的儿子 最后高中了状元 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比如 龙子打鱼养活渔夫一家 龙族杜撰的这些故事 没有背景宏大的叙事 全都是彩米油盐 养儿育女的小事 恰好满足了 一些人的欲望和需求 至于诞生出了龙翼之后 那些娶了龙女的才子 嫁给龙子的育女 会有什么下场 那就不得而知了 虚儿的年纪 也到了婚配的年纪里 他见男主长得俊美不凡 顿时动了心 就想要他成婚 但是当才被赵义一番折腾 虚儿什么心思都没了 他不仅对男主 没了那方面心思 看着他的目光 甚至还闪烁着 森森的杀意 虚儿是东海龙族的小公主 是东海龙族组长的 掌上明珠 如今被赵义如此折辱 直接颜面扫地 虚儿从小在 众星捧月中长大 哪里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男主看见他落魄的一面 已然有了取死之道 如果不是赵义在这里 虚儿早就出手 杀男主灭口了 虚儿正想着 忽听小毒物开口了 小毒物指着虚儿 好奇地问赵义 主子 他是谁啊 虚儿顿时紧张起来 他担忧地看着赵义 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置自己 赵义随意道 东海龙族的小公主 名叫虚儿 咕咚 小毒物听到龙族的名字 想起了之前吃过的 美味炒龙蛋 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 小毒物天真的问 主子 他一定很好吃吧 嗯 虚儿愣了一下 他目光呆滞地看着小毒物 见他脸上的表情 不像是开玩笑 呼得后背汗毛 直接竖了起来 太残暴了 这个人类小女孩 竟然真的想吃他 虚儿不禁怀疑起了 其他族人跟他说过的话 那些族人跟他说 人类很愚蠢 只要给他们一点 微不足道的好处 很容易就能引诱他们上钩吗 四海龙族 已经实验过无数次了 那些人族每次都上当 屡试不爽 虚儿一直对族人说的话 深信不疑 今天是他第一次出门 虚儿本来想大干一场的 然而出师位 结身先死 他一身本事还没发挥 直接就栽在赵义手里了 更可怕的是 族人口中 很好骗的人族小女孩 竟然要吃他 虚儿眼圈泛红 直接被吓哭了 人类好可怕 爹爹 我要回家 赵义看着嚎啕大哭的虚儿 脸上顿时一阵错愕 这就是跟苏浅浅斗的 你死我活的虚儿 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 转念一想 赵义突然又觉得十分合理 苏浅浅那女人 简直喘出天际了 虚儿跟苏浅浅平分秋色 她能从你到哪去 赵义瞪了虚儿一眼 吓得她一个机灵 瞬间不敢哭了 虚儿缩成一团 可怜巴巴的小声抽噎着 就像是一只被遗弃的小狗 赵义没有理她 而是问小毒物 感应到其他人的位置了吗 小毒物点头 小红已经感应到 左将军和妙音真人了 他们正在往这边赶 只是这个秘境 被高等级的修饰压制很大 他们速度很慢 赶过来需要一点时间 赵义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了虚儿 赵义问 你怎么在这里 虚儿缩了一下脖子 小心地解释道 这里是我们四海龙族的试炼场 年轻一辈龙子龙女出来历练 第一站都会来这里试炼 龙族的试炼场 赵义正了一下 不过看着四周弥漫的农物 对虚儿的话顿时信了几分 赵义之前还在奇怪 这座秘境里的农物 对人类影响太大了 不仅能见度太低 而且对人族修饰的压制 也很严重 如果这里是龙族的试炼场 那就能解释通了 农物影响人类的试剧 但是对于生活在四海之中的龙族来说 却是他们最舒适的环境 怪不得开启秘境阵法的核心 是一颗龙弹 原来是四海龙族占据了这里 赵义联想到了 之前那个九阶圣王境的主拐老人 他猜测 这座秘境原本应该是朝天宗的 朝天宗最先发现这座秘境 为了发掘秘境中的资源 于是在这里设置了一座分宗道场 后来朝天宗覆灭 四海龙族趁机占据了这里 并且更改了进入秘境的护法大阵的阵眼 很显然 四海龙族占据这座秘境后 并没有对秘境中残存的朝天宗余孽 打开杀戒 相反 四海龙族说不定跟他们还有勾结 要不然没法解释 朝天宗在被大夏皇族逼迫到 淡尽粮绝的情况下 为何还能培育出 九阶圣王境的顶尖强者 难怪朝天宗 一直像野草一般斩杀不尽 如果是四海龙族在背后支持 这就能解释得通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龙族打得好算盘 赵义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援助中 须月尔在男主后宫争权 四海龙族给男主提供海量的资源 他们一直在谋划颠覆大夏皇朝 赵义对此一无所知 还像傻逼一样帮助苏浅浅跟须月尔竞争 后来 须月尔输给苏浅浅 四海龙族表面上生气 被地理可能都快笑疯了 而且 他们还成功了 援助中 大夏皇族确实覆灭了 赵义死得早 不知道赵氏一族是什么下场 四海龙族谋划了几百年 他们对赵氏的恨意可想而知 赵氏的族人落到四海龙族手中 下场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想到这里 赵义盯着须月尔 杀义森森 看来我之前说的没错 龙族还真是一群既吃不计打的剑皮子 大夏皇族血洗四海 才过去了几百年 你们这些爬虫 就忘了我赵家之威吗 听到这话 须月尔浑身一颤 惊疑不定地看着赵义 不明白他为何突然发怒 赵义冷笑一声 四海龙族勾结朝天宗余孽 意图谋逆 罪不可赦 须月尔听到这话 猛地抬头 一脸惊骇地看着赵义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须月尔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惊恐地朝赵义连连磕头 太子殿下 冤枉 最龙冤枉啊 我们龙族一直在海里生活 除了来秘境试炼 根本不敢上岸一步 也不知道什么朝天宗 更没有跟他们勾结啊 太子殿下 请您明察呀 赵义不置可否地看着他 微微汗手 记住你刚才说的话 如果本太子查出来了 四海龙族跟朝天宗有勾结 四海以后就没有龙了 须月尔浑身一颤 连连磕头谢恩 多谢太子殿下 赵义随意地摆了摆手 退下吧 须月尔又磕了三个头 吃力地站起来 后退着离开了温泉水池 一直退出了摆帐 须月尔确定赵义看不到这边 再也忍不住了 双腿一软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感应到了须月尔的气息 一男一女 两个头长龙脚的年轻 快速赶了过来 龙女见须月尔双颊红肿 额头上满是血迹的瘫坐在地上 脸色顿时一变 龙女紧张地问 小公主 你怎么了 须月尔恢复了一些体力 扶着龙女的胳膊站起来 急声道 快 立即回龙宫 或是来了 四海龙族的灭族之劫不远了 听到这话 两条小龙龙的脸色同时一变 带着须月尔 快速离开了秘境 与此同时 小毒物肩膀上的红蝎子 一直望着须月尔离去的方向 等到须月尔消失了 他回过头 在小毒物脖子上蹭了蹭 小毒物立即道 主子 您猜测到没错 这座秘境 确实还有其他出口 新来的那两条龙 带着那条母龙离开了 赵义问 出口的位置记下来了吗 小毒物点头 小红已经记下来了 小毒物说完 不解的问赵义 主子 既然您怀疑 龙族跟朝天宗的余孽有勾结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还要放他回去通风报信呢 这不是会打草惊蛇吗 赵义笑着点头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呀 赵义说完 朝四周秘境看去 秘境之中 龙物弥漫 能见度不超过十米 想要在这里找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赵义嘴角上挑 四海龙族 被我赵氏祖先们吓破了胆 他们要是知道 我发现了 他们跟朝天宗余孽勾结的事 只会有两种选择 什么 小毒物好奇地问 赵义哈哈一笑 杀了我 或者 杀掉这座秘境中的 所有的朝天宗余孽灭口 你说他们会怎么选 赵义看似给了四海龙族两个选择 其实龙族根本没有选择 除非四海龙族想要灭族了 否则借他们十个胆子 也不敢对赵义动手 倒不是赵义多难杀 而是大夏皇族的报复 他们承受不起 还是赵氏的那位医者 曾曾曾祖 他找到了赵氏子弟血脉 共用的那个传承片段后 利用一种特殊的手段 在那个传承片段上 加上了一种血脉追踪的禁止 如果赵氏子弟被杀 那个禁止就会锁定行凶者 被禁止锁定的行凶者 别人发现不了 但是对于赵氏族人 他却像是夜晚的明月一样 夺目惹眼 而且 就算把行凶者杀了都没用 赵氏的追踪禁止 是从血脉中而来 锁定的也是行凶者的血脉 行凶者死了 追踪禁止 会在与他最近的血脉中觉醒 除非是所有血脉断绝 否则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也会被赵氏族人追查出来 最让人绝望的是 赵氏的追踪禁止 是从龙神功中推演出来的 除非有人能够压制 或者破解龙神功 否则追踪禁止完全无解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真的有人能破解龙神功 那也不用担心什么追踪禁止了 到那时 待担心的 就是赵氏一族了 赵氏相信 或许有一天龙神功会被破解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 更也不会是四海龙族 所以 四海龙族除了追杀朝天宗的余孽灭口 他们根本没得选 四海龙族顺利完成任务 赵氏不介意留他们一命 赵氏前世的经验告诉他 四海之富饶 比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海龙族每年给大夏皇朝 进贡海量的财富和珍宝 这些年 被大夏皇朝压榨得快尿血了 赵氏留着他们的价值 比一刀杀了划算得多 至于朝天宗的余孽 对大夏皇族来说 根本连戒选之急都算不上 否则以大夏皇朝的恐怖统治力 如果真想针对那些余孽 绝地三尺 也把他们挖出来 彻底铲除了 对于大夏皇朝来说 朝天宗余孽 就是杀鸡锦猴的那只鸡 赵氏这是在警告 修仙界那些宗门 如果不听话 起了不该有心思 朝天宗就是他们的下场 赵氏有样学样 须月儿 就是他警告四海龙族的那只鸡 赵氏有很多事要做 暂时没时间跟龙族清算 所以他们最好老实一点 否则 赵氏不介意先收拾他们 想到这里 赵氏朝倒在地上的男主看了过去 他没死吧 赵氏问小毒物 赵氏最近谋划的两件事 全都跟男主有关 一件是这座秘境里的神兽 另一件是完整版的龙神宫 神兽的是 赵氏之前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进入秘境 如今进来了 通天宝眼就能找到神兽 男主用处不大了 剩下就是完整版的龙神宫 对于这个宫法 赵氏一点头绪都没有 只能将希望全都寄托在男主身上 所以 男主还不能死 小毒物肯定摇头 绝对没有 我下的毒虽然猛烈 但是萧锦哥哥中毒不深 小红可以治好的 趴在小毒物肩头的红蝎子 非常通人性 他听到小毒物夸奖自己 骄傲地扬着伪真 一副拽得不行的样子 赵氏看得嘖嘖称奇 两人聊了一会儿 赵氏见男主 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 有些不耐烦了 算了 不等了 赵氏开启通天宝眼 在秘境中扫了一圈 锁定了最近的紫色 财气光珠的位置 赵氏指着那个方向道 咱们先去那边转转 那边有好东西 小锦哥哥呢 小毒物问 赵氏摇头 就让他在这躺着吧 不会有事的 男主有光环护体 就算这座秘境 炸了他都死不了 小毒物点了点头 刚准备转身 呼的耳朵一动 他抬头看着山顶的位置 主子 有个女人掉下来了 嗯 苏浅浅也掉下来了 赵氏心中一动 看了一眼地上的男主 对小毒物道 先避开这里 不要让他发现了 男主之前跳崖 苏浅浅没有跟随 赵氏推断他的女主光环 应该没了 不过没有经过验证 赵氏不敢确定 现在正好是个机会 男女主独处 赵氏正好验证心中的猜想 小毒物点了点头 然后拉着赵氏后退了摆布 这才停了下来 小毒物解释 那个女人是三界气动镜的修为 最多只能看到百步距离 咱们在这个位置 刚好可以避开她的耳目 赵氏这才想起来 一直没有问过小毒物的修炼境界 你是几节的修为 赵氏好奇地问 小毒物道 我就比他强一点 我是四阶离合境 赵氏点头 四阶离合境 那还行 赵氏松了口气 这个世界上还是正常人多 尿阴真人和左小罗都是变态 他们不是人 正想着 赵氏就听远处扑通一声 应该是苏浅浅掉下来了 果然 小毒物实况转播道 主子 那个女人掉下来了 她一直捂着屁股 好像是受伤了 不对 不是受伤 她中毒了 而且中的还是七步蛇的蛇毒 七步蛇 赵氏眉头一挑 初步断定自己的猜测了 苏浅浅之前有女主光环的时候 从西山那么高掉下去 皮都没磕破一点 如今在这秘境中 而且还是在飞鸟难渡的山顶上 竟然被七步蛇咬了 赵氏之前看了 山顶四周 连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偏偏有一条七步蛇爬上去了 而且好死不死的 还把苏浅浅咬了 这运气也没谁了 原著不是虐恋闻 女主不可能倒霉成这个样子 一看就是炮灰的命 听到七步蛇的名字 赵氏想到一个冷笑话 她问小毒物 如果被七步蛇咬了 我先走六步 然后再让蛇咬一口 然后再走六步 这样一直重复 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小毒物非常聪明 她虽然没有听过这种冷笑话 但是很快领悟了精髓 而且还会举一反三 七星海棠是世间制毒 但是培育条件太苛刻了 而且成长时间也长 如果我把七珠一星海棠捆在一起 是不是直接就能当七星海棠用了 赵逸文言 眉头一挑 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之词 不错不错 你已经可以出院了 小毒物嘻嘻一笑 虽然听不明白什么是出院 但是却对赵逸的态度很受用 糊的 她愣了一下 脸色变得十分怪异 怎么了 赵逸问 小毒物眼睛亮晶晶的 像是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她激动得到 那女人看见萧景哥哥了 她一拳一拐地来到了萧景哥哥身边 她犹豫了 她将受伤的部位对准了萧景哥哥的头 她将裙子掀起来了 她蹲下去了 说到最后 小毒物几乎小声尖叫了出来 苏浅浅受伤的部位 赵逸先是一愣 随即眼睛顿时瞪圆了 她看着小毒物难以置信道 你刚才说苏浅浅受伤的地方是哪 屁股 小毒物毫不犹豫地道 她像是怕赵逸没有参与感 伸手将自己的裙子也拽了起来 然后就要脱掉屑裤给她指具体位置 赵逸吓了一跳 连忙拦住了她 她黑着脸道 你干什么 小毒物认真的道 我再给主子你标记那个女人受伤的地方 说着 她还在屁股上拍了一下 大咧咧道 你看 就是这脸 赵逸脑门上顿时一片黑线 她刚想说什么 呼得看见小毒物 眼睛顿时瞪得更大了 怎么了 赵逸连忙问 小毒物眼睛越来越亮 她停了 她起来了 她蹲下去了 她又停了 她又起来了 她又蹲下去了 她下定决心了 她的速度很快 她的伤口快要靠近萧锦哥哥嘴了 萧锦哥哥醒了 小毒物兴奋地喊出了鸡叫 赵逸也听得热血沸腾 她生平第一次痛恨自己修为太低 竟然错过了如此精彩绝伦的画面 这是要遗恨终身啊 小毒物刚直播完 下一刻 温泉水潭的位置 呼得响起了男主惊恐至极的尖叫 苏施主 你在干什么 赵逸虽然看不见男主此时的表情 但是从他的声音能听出来 男主此时的情绪一定非常崩溃 他的声音中暗含三分震惊 三分恐惧 三分难以置信 还有一分羞涩 羞涩 羞涩的卵啊 你越是害羞 他就越兴奋 抽他 给我狠狠地抽他 赵逸什么都看不见 急得直跳脚 同时对男主不争气的表现 感到恨铁不成钢 小毒物轻易一声 随即惊地捂住了嘴巴 他 他 他竟然准备用墙 他很坚决 用力地在萧锦哥哥脸上坐 萧锦哥哥好像很崩溃 他一边用手使劲地往上推 一边又像是捧着活炭一样 不敢摸他屁股 他们僵住了 他们开始说话了 听到这话 赵逸连忙竖起了耳朵 侧身听了过去 摆布的距离 赵逸虽然看不见 但是只要两人声音够大 他还是能够听到一些动静 很显然 眼前这种情况 两人也不可能说翘翘话 男主的声音很大 语调不断颤抖 语气里充满了惊恐和哀求 苏施主 你到底想干什么 平僧是出家人 男女瘦瘦不轻啊 苏浅浅说话的语气很怪异 三分羞涩 三分激动 三分坚决 还有一分的跃跃欲试 听到男主的话 苏浅浅道 法金哥哥 奴家没有别的意思 奴家中毒了 只是想让你帮奴家 把毒吸出来 阿弥陀佛 男主虽然看到了 苏浅浅的伤势 但是那个敏感的位置 说什么 他都不可能下嘴的 男主苦苦挨劝道 苏施主 有话好好说 你能否先起来 平僧略懂一些医术 帮你解读不难 苏浅浅却不信他 法金哥哥 我知道你一向厌烦我 如果我起来了 你又跟以往一样跑了 该如何是好 男主快崩溃了 他双手托着苏浅浅 每一刻对他来说 都是巨大的煎熬 他口中不断送念佛号 连声道 阿弥陀佛 苏施主 平僧以佛祖启示 如果平僧离开 必定万劫不复而死 如此可好 苏浅浅还是摇头 我不信你要是真信佛祖 佛祖有歌而为音的典故 你怎么连帮我把毒吸出来都不肯 苏浅浅身体里的蛇毒 已经开始在身体里蔓延了 他头脑晕乎乎的 身体摇摇欲坠 随时都可能会栽倒 男主眼神惊恐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苏浅浅 唯恐他忽然晕倒砸在自己身上 男主苦苦劝道 苏施主 你中毒已深 千万不能再拖延了 你还是先下去吧 否则剧毒攻心 恐怕毁之晚已 苏浅浅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他灵台只剩下一丝清明 化作一道执念 死死地压在男主身上 男主也意识到了问题 但是他分身乏术 只能欲哭无泪 赵义见没有热闹听了 拍了瞪大眼睛 看活春宫对小毒一巴掌 没好气得到 看够了没有 看够了 就过去把那女人的毒解了 赵义已经验证了心理的猜想 苏浅浅果然没有女主光环了 那他就不能死得这么死了 这女人害他名声扫地 这么轻松就死了 也太便宜他了 还有男主 赵义相信 男主一睁眼 就看见一个女人的屁股 快要贴到自己嘴上了 这一幕对他的冲击力 不亚于天崩地裂 如果苏浅浅就这么死了 男主反而就能释怀了 赵义才不会这么便宜他呢 赵义要让苏浅浅活着 至少清醒地跟男主对质 最好是让男主给他负责 这样一来 男主就别想有一颗安宁了 赵义又派了小毒物过去 这时告诉男主 这件事 还有其他人也看到了 他别想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这将是他难以磨灭的心魔 赵义要让他永远都难以忘却 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果然 小毒物忽然出现 并且大呼小叫地询问 两人在干什么之后 男主崩溃了 男主猛地往旁边翻了个身 躲掉了砸下来的苏浅浅的大屁股 然后 他用长袖无脸 哇的一声哭着跑走了 看到这一幕 那鼓让赵义亢奋的破坏欲 再次狂涌了出来 赵义张开双臂 闭着双眼 发出了一声舒爽的叹息 我真不是人啊 男主哭得很痛 看样子是真的伤心了 赵义嘖嘖两声 等到男主的脚步声走远了 这才湿湿然地上前 等着看苏浅浅清醒之后的反应 七步蛇确实很毒 就这一会儿的时间 苏浅浅的脸 脖子 胳膊 大腿 全都肿了 最严重的是脸 苏浅浅原本是瓜子脸 面旁轻瘦 看上去若柳浮风 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清秀俏理 此时的苏浅浅 一张脸肿成了猪头 皮肤黑紫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看上去别提有多丑陋了 看到苏浅浅那张脸 赵义忽然有些理解 男主刚才为什么那么崩溃了 换做是赵义 如果一个长得像如花一样的女人 非得往他脸上坐 还让他吸他屁股上的毒 赵义绝对比男主疯得还厉害 男主只是自己崩溃 甚至都没有骂娘 已经算是极有涵养了 他是什么情况 赵义问 小毒物从毒囊里 抓出一条绿色的小蛇 小蛇顺着小毒物的手指滑下 落在苏浅浅的肩膀上 一口咬在了苏浅浅的脖子上 小毒物看着小蛇开始吸血 笑着道 小青出手了 他的毒没事了 赵义指着苏浅浅的脸 问 他的脸还能好吗 小毒物摇头 不确定 他中毒太深了 脸上剧毒堆积 以后怕是恢复不过来了 就算能恢复过来 也便不成原来的样子了 而且 说话和表情也会有影响 苏浅浅毁容了 赵义挑了下眉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他原本是打算 像刚才对付男主一样 设个举毁了苏浅浅 现在看来 似乎用不着 他再多费心思了 苏浅浅 是一个性格扭曲的人 他说 女子要自强自立 但又大手大脚地花赵义的钱 还频繁利用赵义的权势 做各种僭越之事 他说 不喜女子以色于人 却排挤和抵触容貌 胜过自己的女子 暗中还不乏诋毁之词 苏浅浅以往有父亲依靠 有赵义给他遮风挡雨 还有圣经城第一才女的名号 助长他的气眼 他行事无所顾忌 骄傲不可一世 如今他什么都没有了 父亲放弃了他 赵义抛弃了他 苏浅浅别无依靠 仅剩的一点本钱 就是那张 还算是清秀可人年轻脸庞 现在 这张脸也毁了 赵义在一旁好征以侠地看着 连寻宝都不去了 他要好好看看 连最后引以为傲的容貌 都离他而去后 苏浅浅还有什么资本 像以前那般肆意妄为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 赵义以往最没有耐心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他不仅非常有耐心 而且还兴致勃勃 就连小毒说要用水 将苏浅浅颇醒赵义都阻止了 一直以来 苏浅浅都骄傲地向头孔雀 即使身陷淋雨 他也依然摆出一副 高傲不屈的姿态 很快 这一切就要打破了 苏浅浅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神女 对赵义这种一身同袖的皇室 浪荡子不屑一顾 赵义倒要看看 他在失去了一切之后 是否还能骄傲地起来 赵义想象着苏浅浅 发现自己毁容之后 崩溃破房的样子 心里已经忍不住开始兴奋了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 比将高高在上的神女拉下凡尘 踩在脚下践踏 更让人感觉痛快的呢 而且 那个神女还是说自己的生死仇人 双倍的快乐 赵义闭上眼 脸上露出了沉醉的神色 这种毁掉别人最在乎的东西的感觉 简直让他无比着迷 小毒物在一旁看着赵义 歪着头问 主子 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劲 什么意思 赵义疑惑地看着他 小毒物伸手贴在赵义心口上 认真的道 主子 自从进入这个秘境之后 你的心脏就一直跳得很快 刚才你看着这个女人的时候 心脏比平时快了三倍不止 小毒物像是遇到了什么难题 眼神茫然不解 黑条是我所有朋友里面 心脏跳动最有力的 但是它跟您比 只有您一半左右的力道 我听山上的猎人说 黑条是传说中一种名叫细犬的猎狗的一种 它的来头很大 所以 心脏跳动很强是正常的 你只是普通人 身体素质远不如黑条 按理说 您的心脏跳得这么快 经脉应该撑爆了才对 但是您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呢 小毒物越说越奇怪 说到最后 他已经忍不住 想要扒开赵毅的衣服研究一下究竟了 赵毅连忙拦住他 黑着脸道 说话就说话 不要动手动脚 说完 他神色凝重地问 除了心脏跳动的比之前更快 我的身体 还有什么异状吗 我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了 小毒物手掌贴在赵毅胸口 仔细地感应了一会儿 脸色越来越惊奇 我能感应到 您的身体很健康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健康 而且 您的身体素质正在不断变强 小毒物说完 问赵毅道 主子 你有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异样 异样 赵毅愣了一下 随即仔细地感知了一遍 赵毅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我好像视力看得远了 之前在浓雾中 我只能看到三丈左右的距离 现在差不多能看到五丈了 听力也更好了 专注力也提升了不少 之前听到东西乱糟糟的 现在可以有选择的 只听一种声音 说到这里 赵毅尝试着握了一下拳头 他双眼发亮的道 我的力气也变大了 原先只能提起一百斤的石锁 现在感觉轻松能举起三百斤的石锁了 小毒物点头 跟我的观察一样 您的身体比之前进入秘境之前 提升了至少一倍 您现在的体质 已经相当于二阶开元镜的修仙者了 说完 他朝赵毅眨了眨眼 按照这样的速度提升下去 就算不吃补药 您也能赢过萧景哥哥的小姨了 听到这话 赵毅老脸顿时一黑 他瞪了小毒物一眼 随后问道 这种提升是好事还是坏事 小毒物想了一下 陈寅道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肯定是好事 您还没有开始修炼 体质已经不弱于二阶开元镜的修仙者了 如果打通玄关 真元之力在经脉中运行一个大周天 体质还能再次增强 轻松就能战胜二阶开元镜的修仙者 小毒物赞叹道 我师父说 修仙者每一个等级的实力差距 都是一道天欠 寻常人根本难以逾越 只有极少数天赋绝顶的修仙者 才能越界而战 他笑嘻嘻地说 主子 您是天赋绝顶的修仙者吗 赵逸精神顿时大振 他就说嘛 作为元柱中的深情难配 他怎么可能一无是处 原来是机缘味道 想到这里 赵逸问小毒物道 我的体质提升了 打通玄关是不是容易多了 不是啊 小毒物摇头 他看着赵逸 眼神疑惑 显然是奇怪 赵逸怎么连这么简单的常识 都不知道小毒物解释道 我师父说 人体相当于是一道堤坝 玄关是堤坝上的水闸 人的体质越强 堤坝就越坚固 相对应的水闸厚度 也会随之提升 赵逸 卧槽 吃不完毒子了 他的玄关本来就难打通 妙因真人 甚至说他的玄关厚重如海 如今赵逸身体素质提升了一倍 玄关厚度该增加了多少 赵逸心中只能祈祷 祈祷赵逸一族的神经病够多 要不然 这辈子他都破不了玄关 小毒物不知道赵逸玄关有问题 他见赵逸面露忧色 还以为他是在担心破关的时候受罪 他笑着说 主子 您放心 玄关很容易打通的 就算是提升一倍 也没不了多大的事 睡一觉就过去了 小毒物还以自身举例 我从小在山林里长大 经常爬高走低 身体素质比同龄的孩子强得多 我师父帮我打通玄关的时候 也只是费了一点功夫 很快就成功了 说完 他还自告奋勇到 主子 我的实力也很不错 我可以帮你破关 赵逸看了他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不过这件事 你帮不了吗 小毒物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 比黄鹰和清风还小几岁 但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四阶离合径 比黄鹰和清风 还高了一个层级 这个年纪 这种修为 小毒物也可以算是天赋一禀了 不过在赵逸这里 却不够看 赵逸的玄关 连九阶圣王径掉进去 都看不见水化 小小的四阶离合径 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更何况 赵逸还在变强 随着体质的不断改变 赵逸对自身的掌控 也逐渐清晰 他能清楚地感知到 他的心脏跳动速度还在加快 经脉和血管在不断扩展 他的眼睛看得更远 耳朵听得更清楚 力量也在迅速提升着 还有一点 就连小毒物都没有注意到 赵逸的骨头密度也开始增加 骨头越来越硬 越来越粗 连带着身高也提升了一截 赵逸心中惊喜参半 喜的是 随着体质不断变强 赵逸终于有了一定的 自保和防卫的能力了 不像之前 就连还在吃鼻涕的小酒 都能威胁他 惊的是 赵逸的玄关本来就难以突破 如今体质成倍的增加 玄关也必然随之水涨船高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就算把赵逸的所有老疯子 都从棺材里拔出来 可能都无法破关 赵逸叹了口气 刚想说什么 呼得听到地上的苏浅浅轻哼一声 行了 赵逸眼睛一亮 心中那股毁灭的冲动 再次活跃起来 又来了 小毒物在一旁看着赵逸 而听到他的心跳 骤然又提高了一倍 顿时吓了一跳 什么情况 小毒物将肩膀上的红蝎子取下来 放在手心 神色凝重 紧张地盯着赵逸 只要赵逸身体出现一丝异样 他直接就让红蝎子将他毒晕 小毒物等了一次 脸上的紧张之色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 是深深的疑惑怎么可能 他的三观都碎了 正常人类 心脏跳动速度 呼得提高了五倍以上 非但没有暴体而亡 反而体质还在不断地飙升 这种情况 小毒物闻所未闻 即使他师父来了 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赵逸并没有察觉到 身后小毒物一样的目光 他此时的状态 是前所未有的好 赵逸看着倒在地上的苏浅浅 眼睛瞬间将他身上 所有的信息素 全都收集了过来 苏浅浅左眼皮有轻微的静鸾 右手食指颤动了两下 脖子上的青筋 有鲜血减速流动的活动迹象 再加上变得不规律的心脏跳动 真相只有一个 这娘们已经醒了 但是却在装晕 赵逸猜他 可能想起来了昏迷前疯狂的举动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男主 索性直接撞晕 把头埋在地里 当起了鸵鸟 赵逸多好心的人啊 乃能让他继续难看 赵逸黑黑笑道 醒了就起来吧 不用担心那个野和尚 他之前哭着跑了 对了 你们之前发生的事 我们都看到了 嘿嘿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你人虽然丑 但是玩得还挺花啊 苏浅浅听说男主走了 立即就不装了 他直接睁开了眼睛 看见是赵逸 脸上露出了我就知道是你的不屑表情 他做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身上衣物 确定衣裙完后 脸色这才稍缓 随后 苏浅浅感应了一下身上的伤势 发现原来肿痛的地方 此事一片酸麻酥痒 他只是稍微扯动了一点伤口 立即像是 有一百只猫在心里抓闹 那滋味如同钻心尸骨般难受 苏浅浅也是有骨子狠劲的 他不屑在赵逸面前 露出自己衰弱的一幕 冷哼一声道 此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阿烈 赵逸愣了一下 奇怪道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苏浅浅脸色难看 厌烦道 你还想我跟你道谢 赵逸肯定地点头 你确实应该跟我道谢 要不是我 你早就死了 虽然赵逸让小毒物就苏浅浅 是为了看他笑话 但是论计不论心 苏浅浅那条命 确实是赵逸就回来的 赵逸让他道谢 没毛病 苏浅浅却明显想错了 他听见赵逸让他道谢 脸上厌恶之色更浓 如果不是我昏迷了 就你这种人 也配亲近我的身体 我没有跟你计较你轻薄之事 就已经大发慈悲了 你竟然还想让我道谢 简直不知所谓 赵逸这次终于听明白了 他看着苏浅浅 摇头笑道 你说我轻薄你 你不会以为 是我帮你把毒吸出来的吧 不是你 苏浅浅显然不信 耻笑道 你会放弃这么好的 亲近我的机会 赵逸直接被他搞无语了 他摇了摇头 随意道 你爱信不信 反正不是我 苏浅浅愣了一下 随即看向了一旁的 小毒物小毒物 连连摆手 你也不要看我 也不是我 苏浅浅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睛呼得一亮 赵逸看着苏浅浅眼中的异色 毫不留情地打破了他的幻想 也不是那个和尚 他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指向了苏浅浅脖子上 正在瞬息的小青蛇 你的救命恩人 还在你的脖子上挂着呢 嗯 苏浅浅先是一愣 下意识地伸手去抹脖子 他又是一愣 随即像是被人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 这一跳 又扯到了屁股上的伤口 啊 嗯 苏浅浅忍受不住 发出一声四哭四笑的呻吟声 双腿一软 直接瘫倒在地上 然后 他才后知后觉地 想起了脖子上的小青蛇 伸手拽了一下 啪的一下丢了出去 小青蛇本来就不乐意帮他解读 没想到 还被苏浅浅恩将仇报的对待 他匍匐在地上 翘着头 朝苏浅浅呲牙咧嘴 发出嘶嘶的威胁声 显然 是对苏浅浅这种好心美好抱的行为 非常生气 苏浅浅之前被七步蛇咬了 心里对蛇有了阴影 此时看见小青蛇朝自己 不断地吐着蛇性子 吓得花容失色 浑身站立 惊恐地都不会说话了 他 他 赵一见苏浅浅 一副吓破了胆的样子 摇了摇头 神色肃穆 正义凛然地道 苏浅浅 我本来是不想理会你的 但是 你如此对待小青 我就不得不说句公道话了 这条小蛇 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刚才都已经剧毒攻心了 而那个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和尚 不愿意救你 你昏迷之后 他转身跑了 如果不是这条小蛇帮你吸的毒 你可就不止毁容这么简单了 说不定 尸体都已经凉了 小毒物在旁边听到这话 歪着头眨了眨眼 主子说的话 都是真话 但是说话的顺序颠倒了一下 他感觉好像 完全不一样了 萧锦哥哥确实是在这女人昏迷之后跑了 但他不是见死不救 萧锦哥哥当时也好伤心的 离开的时候都哭了 而且就算他不跑也没用啊 他又不会解毒 主子这么一说 怎么好像变成了 这女人毁容 是萧锦哥哥见死不救害的一样 小毒物看着苏浅浅 眼珠子不断地转动 眼睛亮得吓人 原来还可以这样坑人的 师父说的果然没错 活到老学到老是对的 学到了 学到了 照一不知道 小毒物在身后付菲他 他的目光游离在苏浅浅身侧 若有肆无地看着他 照一相信 以苏浅浅的敏锐 肯定能捕捉他刚才那番话里的重点 果然 照一的话音刚落 苏浅浅就慌乱地伸手去摸脸 等摸到整张脸肿了一大圈的时候 苏浅浅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 我毁容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照一看着苏浅浅惊恐绝望的样子 不由地撇了撇嘴 这个女人的脾性 还是一如既往的凉薄 小青蛇的救命之恩 他视而不见 男主的去向他漠不关心 别人的付出 他是一点看不到 满心满脑 想的只有自己 嘖嘖 照一看着苏浅浅表情 心中嘖嘖两声 他看着苏浅浅捂着脸 惊恐无措的样子 挑了一下眉 掏出一块小镜子 微笑着递给了苏浅浅 这块镜子 是照一刚才等苏浅浅苏醒的时候 特意给他磨的 照一担心苏浅浅看不清楚 现在这张脸 特意将镜子磨得又光又亮 照一照了一下 发现连脸上的毛孔 都能看得很清楚 顿时十分满意 我真是个好人 照一在心里夸了自己一句 他见苏浅浅浅神色惊恐 不敢接镜子 温声细语地道 你先别害怕 先照照镜子 或许没你想得那么糟糕呢 苏浅浅了一下 眼中呼地露出一丝蜥蜴之色 他犹豫一下 伸出红肿的 像顿珠蜂式的双手 苏浅浅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 他浑身一颤 看着原本白皙细腻的鲜鲜玉手 变成了如今这个模样 脸上再也没有了一丝血色 照一非常有耐心 见苏浅浅不敢伸手 也不催促 耐心地等他自己做决定 终于 苏浅浅颤抖着接过了镜子 虽然照一之前 就已经说了他毁容的事 但是他心中 还是有一丝侥幸 或许还在想 中毒中只是手 脸并没有受伤 苏浅浅拿起镜子 对着脸 只看了一眼 整个人就僵住了 照一见状 在一旁好心地提醒道 好了 现在可以害怕了 啊 苏浅浅如梦初醒 他看见镜子里 怪物一样恐怖大脸 尖叫一声 直接将镜子捏得粉碎 照一看着碎了一地的镜子 摇了摇头 心里有些遗憾 这个镜子 他磨了好久呢 苏浅浅也太不尊重 他的劳动成果了 下一秒 赵一像变戏法一样 又掏出一块 一模一样的镜子 然后举到了苏浅浅面前 当当当 看着苏浅浅惊恐畏惧的眼神 他笑嘻嘻地道 没想到吧 我磨了两块镜子 赵一一边说着 一边好心地 将镜子放到了苏浅浅面前 苏浅浅尖叫一声 看着赵一手中那块小小的镜子 就像是看见了洪水猛兽 惊恐地不断往后退 他一边退 一边歇斯底里地道 不要 你不要过来 赵一等了那么久 就是为了这一刻 哪会让他如意 他上前一步 将镜子放在了苏浅浅面前 贴心地帮苏浅浅选好角度 好让他看见自己 脸上最恐怖的一面 啊 苏浅浅又是一声尖叫 他猛地扑到赵一身前 一把夺过那块镜子 恶狠狠地一把捏碎 苏浅浅面色猙獰 原本就恐怖的黑紫面旁 此时看上去愈发地恐怖了 赵一看着苏浅浅 猙獰扭曲的丑脸 非但也不嫌弃 反而精神亢奋 你这是干什么 赵一略带责怪的道 你看你 怎么毛手毛脚的 这么好的镜子 打破了多可惜了说完 他画风一转 不知从哪里又摸出来 一块一模一样的镜子 幸好 我还有一块 赵一晃着手里的小镜子 笑嘻嘻地对苏浅浅到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苏浅浅像是失心疯了一般 看见镜子 发了狂事地扑过来 一把将镜子夺了过去 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瞬间将镜子摔得四分五裂 就这还闲不解气 又在满地的碎片上 狠狠踩了几角 做完这些 他刚想松口气 然后就看到 赵一跟变戏法一样 又掏出来一面小镜子 苏浅浅差点窒息了 他看着赵一 一脸惊恐地道 你到底有多少镜子 赵一咧嘻一笑 你猜 苏浅浅顿时一脸绝望 他正正地看着赵一 只感觉这个 在自己身边羡慰了几年的男人 此时竟然如此地陌生 你变了苏浅浅失神的道 以前的你是不会这么对我的 苏浅浅说这话的时候 神色暗淡 脸上露出了一丝 恰到好处的失落 看着赵一的眼神忧愿痴缠 好似西子捧心 赵一差点吐了 他现在终于是明白 什么叫东施笑评了 苏浅浅脸蛋好看的时候 装作这一副柔弱的样子 确实给人一种 我见尤莲的娇柔质感 但是现在 苏浅浅那张脸 丑得就跟罗刹鬼一样 他再装这一副样子 就只剩恶心人了 苏浅浅看着赵一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装到一半的深情 再也装不下去了 他习惯性地发怒 呼地想到了什么 很快又把脾气压了下去 苏浅浅是个急自私的人 容貌被毁 让苏浅浅崩溃的同时 他也在心里飞快地算计着未来 苏浅浅的第一选择 肯定还是男主 但是男主不辞而别了 苏浅浅虽然不甘心 赵一是他所能选择的最好的下家 深吸一口气 苏浅浅压下心中烦躁的情绪 看着赵一道 你忘了咱们之前在一起的 快乐时光了吗 赵一 虽然惊诧于了苏浅浅的无耻 但是赵一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他问 比如呢 苏浅浅愣了一下 什么 赵一耐心地问 你刚才说的 咱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 能举个例子吗 苏浅浅又是一愣 他大脑开始疯狂转动 虽然快乐的记忆很多 但是很可惜 全都跟赵一无关 他最快乐的时光 是在西山寺吃那碗白粥 苏浅浅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 喂 赵一伸手在苏浅浅面前晃了晃 疑惑道 你怎么笑得那么骚 随即 他一脸惊恐地道 你该不会是在脑海中 用意念对我清白的身子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苏浅浅差点气死 刚才想起 跟男主在一起美好回忆的好心情 顿时一扫而空 晦气 他在心中骂了一句 然后 他瞪着赵一 不依不饶道 抛开男女之情不谈 咱们的关系变成如今这般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赵一直接惊呆了 他看着苏浅浅 心中忍不住一阵赞叹 可惜了 生不逢时啊 苏浅浅要是能穿越到地球 就他这副嘴脸 绝对能成为简中网上的大网红 苏浅浅见赵一不为所动 顿时急了 他看着赵一 昂着头道 赵一 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我给你一个照顾我的机会 不过 在找到法经哥哥之后 你必须立即离开 赵一眨了眨眼 彻底被苏浅浅的无耻惊呆了 人不能 至少不应该 这么无耻 赵一也不说话 而是呼地拿起镜子 然后对苏浅浅的脸照了一下 苏浅浅顿时惊恐地尖叫一声 连滚带爬地躲到了一边 赵一转了个方向 再次将镜子放到苏浅浅面前 苏浅浅又是一声尖叫 来回几次后 苏浅浅终于崩溃了 他看着赵一 一脸惊恐地道 赵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故意耍你娃啊 赵一老实地回答 看着苏浅浅 脸上惊恐的表情 赵一就像是三福天 喝了口冰镇雪碧 直接爽透了 苏浅浅身上余毒未清 被赵一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他见赵一 又把镜子对准自己了 连声道 不要 不要再拿镜子了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苏浅浅像是 被赵一吓破了胆 竟然直接开始脱衣服了 卧槽 赵一看到这一幕 眼急手快 扬起巴掌 直接抽了过去 啪 苏浅浅精神本就不济 又被赵一连番折磨 心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此时在遭重疮 终于然坚持不住了 熬得一声晕了过去 小毒物看得一愣 他疑惑地问 主子 你打他干什么 赵一看着苏浅浅 心有余悸道 好恶毒的女人 她竟然想以明节悟我 如果我刚才看了她的身子 她岂不是就可以要挟于我了 赵一说话的时候 看见苏浅浅上衣解开的第一个碗扣 撇嘴道 这娘们别的不行 脱衣服倒是挺快 怪不得那么喜欢红杏出墙 说完 她得意道 幸好我反应快 才没有伤她的恶当 要不然就要被她讹上了 小毒物眨了眨眼睛 试探得到 主子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女人其实不是想讹你 她是真的被你恶心坏了 又吓破了胆了 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赵一果断道 她就是想讹我 断不可与此女再做纠葛 说完 她像是担心身上沾染上了脏东西 小心地从苏浅浅身边绕过去 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 小毒物在一旁不解 主子 既然您怀疑她想讹您 为什么不趁机杀掉她呢 赵一摇头 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可随意制造杀念 当然 这是冠冕堂皇的假话 赵一之所以不想杀掉苏浅浅 是因为苏浅浅已经毁了 她就跟赵一养的宠物一样 赵一看一次爽一次 除了能让赵一爽 苏浅浅还能恶心男主 一个人的身体突然遭受重大事故 心里就会变得扭曲 苏浅浅是个漂亮女子的时候 她向男主示爱 男主虽然不接受 但是也不至于隔音 如今苏浅浅成了这个样子 她再向男主示好 能把男主恶心死 男主肯定没有之前的耐心了 苏浅浅以前被男主拒绝 只是爱而不得 心里扭曲之后 很可能会变成因爱生恨 这样一来 男主枯燥的求生变强陆 就不会再寂寞了 我真是个好人 赵一如是道 小毒物用力地点头 肯定得道 主子 您确实是个大好人呢 说完 他问 主子 咱们这是去哪里啊 赵一道 我刚才听到有什么东西 好像在呼唤我 咱们过去看看 顺便打个招呼 小毒物点头 好的呢 然后 他蹦蹦跳跳地跟在了赵一身后 赵一的身体还在不断变强 而且越来越好看 不是那种女性对男性审美意义上的那种好看 而是真正的力量与优雅结合的纯粹美感 如果非要找个相似的生物 那就是阿哈尔结晶马 也就是传说中的汉邪宝马 阿哈尔结晶马以骨骼曲线流畅 肌肉线条完美著称 此时的赵一就在朝完美形态不断变化 小毒物看了赵一眼 扭过头 忍不住又看了一眼 赵一被他看得一头雾水 美好气道 你在看什么 小毒物有些不好意思 赵一顿时大齐 他还是第一次从小毒物身上 看到不好意思这种情绪 小毒物试探着 伸手在赵一身上摸了一下 然后一脸惊叹道 主子 您的皮肤可真好 赵一闻言 低头看了一眼 微微一愣 他的皮肤确实好得不像话 就这一会儿 赵一发现自己长高了许多 原本他只有一米八 此时已经快要突破一米九了 赵一身体的这种改变 不是直接变成了蠢奔变态的大击霸 而是力量与优雅的结合 优美 赵一的骨架匀称 骨骼致密结实 肌肉线条堪称完美 裸露在外面的皮肤 光滑细腻紧致 闪动着笔坝总纹里最顶级的霸总们 冷白皮 还要高级的亮银色金属光泽 他的瞳孔中心 有一圈奇特的银色光韵 看上去十分神秘 如梦似幻 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小毒物站在赵一身边 听到赵一身上传来的恐怖的心跳声 就像是小时候在山林里 遇到了恐怖的猛虎一般 压迫感极其强烈 那一次 如果不是师父偶然经过 小毒物可能早就成了老虎的食物了 如今面对赵一 那股快要被他遗忘的记忆 再次涌上心头 小毒物心中一阵惊计 赵一给他的感觉 比小时候那头猛虎 还要恐怖十倍 光是看着赵一 他的心脏就被压抑得 忍不住要停滞了 主子 你有没有感觉不适 小毒物担心地问 不是赵一握紧拳头 用力向前打了一拳 哄 呼啸的拳风牵扯住了雾气 在周围掀起一道漩涡 赵一吓了一跳 没想到自己力气这么大 赵一仔细感应了一下 摇头道 没有什么不适 相反 我觉得身体很舒服 就像是泡在温泉里 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小毒物听得一头迷糊 有些搞不明白情况 他只是用毒一道上天赋一比 其他方面的认知都欠缺得很 赵一此时的身体状况 明显是超出他的理解范围了 就在这时 远处的浓雾中 呼得又掀起一道漩涡 那个漩涡出现得很突然 他只是确定了一下方向 然后静止朝赵一冲了过来 赵一脸色一变 这么大的动静 要是逆境中的猛兽 那可就不得了了 就在赵一严阵以待之时 小毒物呼得欢呼一声 将军姐姐 我跟主子在这里 听到这话 赵一顿时松了口气 左小罗来了 经过之前在营寨的那一站 赵一已经发现了 左小罗并不像他外表看上去 那么人畜无害 不对 准确来说 左小罗在外人面前 并不像在赵一面前 人畜无害 他是一头真正的猛虎 当他傲笑山林之时 他是真的会吃人 左小罗来了 赵一也就松了口气了 那道巨大的浓雾漩 很快来到了赵一和小毒物面前 他目光一眼就落在赵一身上 左小罗眼神审视 表情凝重 一眨也不眨地盯着赵一 怎么回事 左小罗问一旁的小毒物 左小罗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小毒物还是明白了 他问的是赵一身上的情况 赵一的体质变化 实在是太夸张了 连他都能感觉到异常 更别说左小罗这种顶尖高手了 小毒物老实地摇头 不知道 左小罗眉头紧皱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不是跟恩公一起进的秘境吗 很明显 左小罗已经摸清楚秘境的规则了 同一个位置进入的人 在秘境中 也会出现在同一个位置 左小罗知道 小毒物和赵一是一起进入秘境的 按照规则 他俩应该在一起才对 结果小毒物 竟然说他不知道赵一身上 发生了什么事 作为亲卫 守护主将不利 这是重罪 如果是在军营里 左小罗早就将小毒物拖出去砍了 小毒物感受到了 左小罗身上的杀意 吓得一缩脖子 小声解释说 进入秘境之后 我被一只鸟撞偏了 等我赶过来的时候 主子的身体已经开始改变了 左小罗收回目光 关切地看着赵一 问 恩公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赵一摇了摇头 他紧握双拳 在面前的浓雾中 打出一个个气旋 我现在感觉很好 前所未有的好 虽然赵一这么说 但是左小罗脸色并没有任何松懈 就跟小毒物说的一样 人的体质 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增加到 这么夸张的幅度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伴随着其他损耗的左小罗 就知道 军中有一种燃血神功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幅增加体质 左小罗通常会命令抓获蛮族俘虏们 修炼这种功法 然后命令他们当死士 冲击敌人前锋战阵 这种功法的损耗极大 无限透支生命潜力 一场战事下来 这些暴体的死士几乎是实不存一 赵一的体质增长得比修炼燃血神功还要恐怖 一旦反噬爆发 恐怕神仙难救 左小罗来到赵一身后 伸出白系手掌 神色凝重地贴在赵一背心的位置 碰 碰 碰 左小罗的手掌刚贴上去 脸色立即一变 赵一心脏跳动的力量太恐怖了 几乎都快赶上他这个巴结入圣境的修仙者了 怎么可能 左小罗感应着赵一的身体变化 脸色越来越怪 最后都快怀疑人生了